放下真的出孝子 小孩提發沒關係 你到底怎麼樣 真的就這樣不要管了 其實跟剛剛講的一樣 你打的時候你有情緒嗎 就失控了 你一定要帶情緒才狠啊 我覺得其實問題是情緒 不管是言語上 我不打然後我羞辱你 或者是我不打 或我打然後帶有情緒 小孩的軟體是一個創傷 所以你看有一個很特別的研究 就是那個白人打小孩 白人都會心裡受創 然後那個小孩長大 然後就抱著情緒就覺得對 然後發現有些黑人的社區 做起來還好 因為那些黑人打習慣了 就你懲罰就這樣打一下 然後他也打一下 然後骨威也被打 黑人也被打 骨子也被打 大家都被打 好像打跟媽媽不愛我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就比較沒有那麼心靈受挫 所以這個也只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打你就要有很大的決心 我打你沒有情緒 只是因為你說錯這件事情 我們約好了 最好是不要用 我覺得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就像你講的 還這麼可沒情緒 還這麼可沒情緒 她的狂選回覆 不只飯菜太清淡 都是媽媽太兇悍 有啦 其實我其實有時候也會做好媽媽 就是弄很清淡的東西給她 可是我跟你講我小孩真的不吃 她有天跟我講說媽媽這個沒有口味 我聽不懂 我就發現她說這個不行 然後弄太清淡她不吃怎麼辦 其實有的時候 然後小朋友吃東西就吃氣氛 桌上 桌上 餐桌上的氣氛如果快樂 小朋友的食欲也會增加 就像你 對 你約會的時候 如果對面是你愛的人 你解釋 怎麼樣都對 什麼都好吃 對 所以可能從今天開始 先不要睡睡念 不要說你的都不吃 不要擺一個晚上練 是 是 其實情流感是感染鳥 感染雞 感染鴨 不對人感染力不大 那為什麼政府那麼大費多招 就是為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最重要的 應該還是不要 這個去那種活情的市場 如果有進市場的話 就是要特別 戴口罩 洗手 如果你真的擔心你買回來 那隻雞身上有病毒 那你就處理的時候 也是特別小心要洗手 加強衛生 事實上 所以蛋黃也要熟 對 要熟也要熟 大的黃神回覆 孩子太黏人 媽媽要感恩 很多媽媽說 我的小孩是高需求寶寶 那就是這些寶寶 他就特別敏感 媽媽一離開房間 他就會非常的沒有安全感 他就會一直想要黏上去 然後媽媽只要晚上 去上個廁所他就哭 對 為什麼 他明明睡著了 可是其實啊 我都覺得這個高需求寶寶 給人家貼這個標籤不太好 你為什麼不說 他是一個非常熱情 充滿感情的孩子呢 其實理論上是這樣的 對不對 這些孩子小時候 雖然很愛哭 但長大以後跟你感情特別好 而且他特別有同理心 他特別對朋友特別大方 他特別將來呢 在這個成年人的時候 做事情都很有動力 很有熱情 而且很喜歡跟人相處 我覺得到那一天你就會覺得 哇 有這麼一個貼心的女人 真的是太好 對 大的黃玄回覆 孩子要多賠 智商會變高 黃醫師 聽說 小朋友的智商啊 是跟媽媽的基因有關係嗎 不能那麼武斷說 智商的基因就是來自媽媽 但我聽到的是 如果爸爸在童年的時候 小孩童年的時候 有去陪伴他的話 陪伴的關係越緊密 對 尤其是樹林 就是這種結構式的知識 樹林的知識會特別好 所以換句話說 媽媽是先天 爸爸是後天的對不對 也可以這樣講 那大概從什麼時候 開始陪伴會比較好一點 平常就大概從小 然後我們小朋友 爸爸跟他玩的時候 跟媽媽跟他玩 其實方法會很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爸爸跟小孩子玩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彼此的界線 遊戲的規則 還有他們將來在假設 還有陪寫作業 陪寫功課的時候 你會發現爸爸帶的方法 跟媽媽是不一樣 沒有誰好誰壞 只是那個孩子就可以 有兩套不同的思考邏輯 基本上他以後 面對各種困難的時候 他就 他的思考的方向 但我都會比較廣一點 所以有什麼建議要給我們 所以你要多放你的孩子 跟你的老公 單獨相處 單獨晚 聽到了 最好你也要參與 但是不要一直指使 我本來想說 聽到了 那今天就讓你帶小孩 我去看電影 很好啊 偶爾這樣很好 很好 不錯 謝謝 謝謝 大家的黃神回復 無法早睡早起 可能得了一種病 如果發現 早睡不容易 早起更難怎麼辦 真的很難 其實睡眠對小孩的學習 真的很重要 你只要睡不夠 基本上你那一整天的學習 都會受到誤誤 什麼叫夠 你知道大概三歲前 大概需要一天十二小時 六歲前十一小時 十二歲前十小時 國高中九小時 怎麼可能 七八歲以上才八小時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睡不夠 他就會惡性循環 晚上睡不夠 白天學習一擦 學習一擦他就只好去補習 補習之後他就會更晚睡 對啊 更晚睡就會更睡不夠 就這樣一直惡性循環 所以他永遠都拉不起來 但是後來有一些研究 已經告訴我們說 其實青少年 尤其青少年 他們不是真的不願意早睡 而是他睡不著 有一個名詞叫做 這些孩子他的生理時空 在青春期的時候會亂掉 所以他就是每一天 都會比人家晚一點點 才會想睡 大概是跟他整天的生活 的步調有關 所以後來 有一些研究就說 那我們乾脆 讓你想睡的時候再睡 但是隔天 我會讓你晚一個小時上學 可以這樣 不可能 我光這樣做 那個學校的學生 所有成績都提升 對 真的啊 平均啦 但不是所有 就是平均整個成績都往上升 我如果是私立學校校長 我就讓你晚一個小時上學 我的成績就會拉高 因為這些孩子他不是不願意 他是做不上 那如果讓他睡飽一點 再來上學的話 那之後他才可以 好好的學習 這個時候不要太強迫小朋友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 制度這樣沒有辦法 如果你的孩子能夠早點睡 當然早點睡 但如果不行的話 也許真的能讓他睡到 最後的最後的最後 然後最後一刻的 把他叫起床去上學 找一個離家近一點的學校 也不錯 這樣子可以睡覺 好 大家的黃旋回復 寶寶要出龍骨水 爸媽聽到夏浦膽 龍骨水三個字真的太驚人了 其實它就是叫做 脊髓衣 但我比較不驚人 你有那麼驚人嗎 沒有啦 其實腦脊髓衣是我們 這個腦跟脊髓的 所以它這個分泌的液體呢 其實是幫助我們的 腦跟脊髓能夠在裡面 不要晃動得太厲害 然後有一個這個脊 怎麼講 有一個彈性的作用 所以很珍貴 所以它很珍貴 但是它產量很多 你這個腦脊髓衣 一天給分泌 大概你需要的三倍 就要一天換三次水的意思 所以當你在小寶寶 為什麼要做 是因為小寶寶發燒 很有可能是腦部感染 因為它抵抗力弱 所以你又不能把腦打開對不對 所以你上帝 就留了一個窗 在他的這個腦脊髓衣 讓我們可以藉由 抽點腦脊髓衣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小孩有沒有腦部的感染 就不要搞錯 有人把它搞錯 省什麼抽骨髓啦 省什麼農髓 所以其實這個是正常 這跟抽血一樣 這就比抽血還簡單 黃醫師 我的小孩 半夜還在那裡跳… 很多跟我講說 你給他吃太多糖 可是我最近看一個數據說 好像空氣跟小孩過動也有關係 因為人家說 為什麼現在這個世代的 過動的孩子比較多 有人說是吃到垃圾食物 有人說是家長教養怪 很多很多啦 但是最近有一個研究就是說 如果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有吸到這個空氣污染 PM2.5 比如說汽車排放飛機 或是抽菸這一類的 那他的小孩長大以後 他的這個過動的幾率就會增加 所以表示那個過動的那個基因 真的還是有可以調控的 你吸到這些髒東西 你的寶寶的基因 所以是真的有影響 有可能啦 包括二手菸那些都會 我覺得二手菸真的影響太大了 不只是過動 還有這個過敏啊什麼 都是從基因上去開始調控 所以我還是建議真的 如果在懷孕的當中 其實應該懷孕前就要這樣做 但是最起碼在懷孕的時候 家裡不能有二手菸 一手菸更不行 然後二手菸 然後燒香啊 點蚊香啊 這類空氣污染不要出現 當然我剛剛說 吃這些垃圾食物 也會調控到那些不好的基因 所以就是不要吃零食 然後盡量什麼都自己煮 這樣就可以掌控 至少懷孕的時候 你吃到健康的食物 吸到健康的空氣 記得喔 是從懷孕就開始 黃醫師 我好困擾 就是呢 我每次PO兔寶的 在我的臉書上面 都幾萬能按反 然後PO兔的 都幾千人 這差十倍耶 所以我就一天到晚 還曬我女兒 然後甚至有網友說 我不要看妳 我就這樣 可是有很多人想說 其實一直把小朋友的照片 曬在那個社群網站上 其實是太OK的 你想想看二十年後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知道 你小時候這樣怎麼樣 如果只要搜尋你就好 是 那有時候霸凌啊 或者是一些 被人家有一些 好像被起底 我覺得這些事情 對我們孩子其實是不寒的 所以你其實要刊登他的照片的時候 第一個記得你要 攝影師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個臉書可以攝影師 攝影師 每個都地球地球地球 了解 其實是攝影師 然後 最好不要 對 就算攝影師 你也攝影師 小眠 要入眠 這個很重要 那當然最好就是 每一次姿勢之前 都一定要先想清楚 這個照片是不是的姿勢 然後不要亂打 了解 搭配黃蛇回覆 媽媽好累喝咖啡 這樣還能餵母乳 其實我覺得生了小孩之後 有很多習慣為了小朋友做小孩 其實 比方說可能之前有人可能 睡覺前面喝一點點酒會幹嘛 可是我覺得最難改 最難改就是咖啡耶 因為啊 在帶小孩的時候 我幾乎都不能睡 不能睡我就要喝咖啡 可是有人講說喝咖啡 對小朋友不好 那真的是屁屁 對 他們是說 因為你喝了咖啡 然後你餵母奶 然後母奶裡面就有咖啡因 然後小孩就更不睡 更不睡你就更難 對 有的是這樣講 不過這個事情 在國外更嚴重 你知道國外那個 試咖啡如命媽媽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有做一些統計 就發現其實媽媽如果每天喝 大概300毫克的咖啡因一下 200以下更安全 但是就是200或300以下 其實基本上 它的孩子的歲月就是 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這個你知道 到底太大的改變只有多大呢 尤其那個媽媽覺得還好 但是對別人來講 可能就覺得很歡 所以我想就是你在喝咖啡的時候 至少盡量不要喝太多杯 一邊在一杯 我覺得應該會是有我吃的 就是 對 先喝點咖啡 不過你還有在餵母奶嗎 我沒有 那對啊 那你就喝啊 那有茶嗎 我幫他們問啊 都有王媽媽 那我要怎麼樣用藥啊 哪裡來的藥啊 就家裡有一些陳藥啊 就是大人的藥 或者是之前小朋友可能是生病 然後醫師開的藥 如果是之前兒科醫師幫你開的藥 我覺得OK OK 那如果大人的藥呢 就是當然我剛剛先講 那個兒科的藥 不能放太久 如果放了半年一年 我就覺得有點可能不太確定 尤其開封過 沒開封都OK 那如果只是在一個月內 我覺得都可以用 反正三更半夜嘛 大人我真的覺得不要亂透 有很多其實吃到大人的陳藥 想說就體重除以二啊 一顆變半顆啊 對 一包變半包啊 可是大人陳藥裡面 有些成分小孩是受不了的 所以有時候吃吃了 肚子就脹起來 或者是就晚上一直抖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就是 如果是 那第二 如果今天是大人的藥 成分單純 就一個成分的 那至少他可以上網查嘛 上網查他是幹什麼的 對 其實如果小朋友 也有這個成分 那也許OK 就是不要有那個富方 就好幾個成分 都看不懂的 大概我覺得這兩個是最重要 那劑量的話 既然你是三更半夜 又沒有醫生指示 當然是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對 其實我現在比較不擔心了 我要跟醫院說對不起 我之前為了以為兔保 吞了一個那個 鑰匙的那個 塞 對 然後我就去掛急診 然後所以有醫生說 你回家好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有點浪費 那個醫療之餘 我後來覺得它到底有沒有吞進去 沒有啊 而且它吞那麼小 根本不可能吞那麼大的東西 所以包包太緊張 到底怎麼 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掛急診 不過你剛剛講那個狀況 應該就是比較偏是意外事故 這種其實 如果它真的吞了 你還是給掛急診 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一般生病 有些發燒 我就跑來掛急診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真的 就是 太緊張了 所以我大概會覺得 爸媽四個建議 是 還做字版嗎 是 第一個就是你的小孩子 除了發燒其他症狀之外 至少要合併 第一個精神不佳 第二個氣喘不休 危險 第三個疼痛難耐 哪裡痛都一樣 頭痛在地上打滾 唾中間是任何地方 痛到睡不著 都是有點問題 然後嘔吐 一直吐 而且不是只吐一次 而且噴射狀的吐 好 這四個不要湊滿 湊滿就來不及了 就其中一個 譬如說真的 精神真的是 尤其是燒也退了 然後還是一樣 愛看的電視不看 愛吃的東西不吃 愛玩的玩就不玩 基本上就是符合這個條件 了解 所以只要有其中一個 我覺得掛急診 讓醫生幫你把關 在台灣過OK 好 爸爸媽媽注意了 大的房旋回覆 媽媽又有了 哥哥姐姐會開心了 不好意思 其實我最後發現 小朋友最近是會互相吃醋的 之前有一個研究說 只要生第二胎 那個哥哥姐姐的血壓 平均就會身高3% 血腰 小朋友講到血腰 對 就是他可能每天就發現 有什麼家裡多一個人 不過我覺得 把它解讀成說 這個哥哥姐姐吃醋有壓力 當然也可以 但也可能是很興奮 有弟弟妹妹來陪 對 所以不管我們也不用 給人家污名話說 一定就是因為你吃醋 沒有辦法這個媽媽有 別人來剝奪媽媽的愛 不見得 但是基本上 預備動作還是要做好 其實有手足的話 如果爸爸媽媽處理得好 你給每一個孩子 有專屬的愛 就是說我們不是 什麼事都兩個人 而且是 單獨有相處的空間 然後有彼此之間的默契 然後讓兩個人 不要彼此比較 那基本上其實有手足 還是讓他們在人際關係上 的成長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有一點點的血壓升高 是我覺得是好事 OK啦 還滿健康的 不要是爸媽就好了 血壓升高 爸媽血壓不只3% 孩子乖乖做家事 媽媽不能說的關鍵字 可是黃醫師 像我之前叫做保做家事 我就說 那你等一下幫忙做什麼 我就給你糖果吃 但是現在 我如果這節目知道說 不能用糖果 那我想說 那我就給你10塊錢好了 可是最後發現 他最後就說 這樣子我都很多10塊錢了 對 那以後我做家事就有錢 他現在說媽媽 我幫你做家事給我10塊錢 好像也不對對不對 對 可是你看這裡面有一個最NG的兩個字 就是幫忙 他是幫你做家事 所以跟你要錢是應該的 所以這是你應該做的 是 所以應該其實是讓孩子知道說 家事不是媽媽的事 也不是誰的什麼費用的事 是我們大家 每一個住在這家裡面 都應該要分配 所以你分配這個 你分配這個 你分配這個 然後 然後 你本來就應該給他零用錢 他沒做家事扣他錢 這個比較有效 對 他真的好狠喔 也對 你就不會被小孩子說媽媽給我錢 對啊 因為本來也該做的事情啊 你就覺得不開心 主控權在你身上說 做得很好 這次零用錢好好給你 做不好 做不好 我們要扣錢這樣子 來喔 很好喔 記得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一直坐的時候 小朋友會跟我們一起啊 就一直坐著 然後看電視幹嘛 其實我們久坐不好 小朋友久坐好像也不好OK 對不對 說得沒錯 所以其實真正家長 你要 有一個研究 就的確證實你剛剛講的話 就是他們去研究 這個家庭裡面的孩子 他是不是常常會站起來 動來動去或運動啊等等 發現 都正比於他們的爸爸媽媽的 運動量跟久坐的時間 所以原則上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 不要久坐 然後常常起來 休息動一動的話 其實那就要從你自己 開始做 讓他來跟著你學 那其實對孩子來講 久坐的壞處 跟大人一模一樣 第一個是 我們最能夠預期的是 你現在養成這種習慣 你將來 當然長大以後 什麼肥胖 肌脂肪增加 或不運動等等 問題都會在未來出現 那此時此刻現在 大概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激勵了 因為很多小朋友 都在什麼駝背 脊椎側彎 姿勢不良 每天被唸 不要翹腳 不要幹嘛 你一直唸它 沒有用 因為它的肌肉 就是這麼軟 所以久坐 我想最大還有一個 目前的問題 就是讓我們的孩子 不要久坐 讓他站起來的姿勢 就會比較標準 所以出來動一動吧 對 大的黃神回覆 孩子分心坐不住 乾脆出去動一動 其實現在小孩很可憐 他也不想久坐 也想出去玩 可是有時候真的書就那麼多 要一直唸 一直唸 可是其實唸一唸 讓他們起來動一動 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以前有老師不知道 現在大部分老師都知道 但以前有老師不知道 他們說 你上課沒有什麼 考試沒考好 下課不准出去 罰你在教室重新 把什麼超十遍 超了十遍 結果這個小孩子 其實他下課沒有運動 他下一堂課更不專心 對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那個中間的休息很重要 小朋友有運動 他反而下一堂課的 記憶力 學習力 都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不管你上一堂課 犯什麼錯誤 出去跑跑跳跳 然後你待會兒再回來 其實反而對你的大腦 是一個活化的刺激 這個其實在 尤其在過動的小孩 更顯著 是喔 對 那過動的小孩 二十分鐘動一動 然後再回來的話 他整個成績 他整個運算能力 記憶力都會比較好 所以你家的孩子 是二十分鐘會休息 還是三十分鐘會休息 要看你對他的認識 了解 剛剛媽媽有提到 吃東西吃到最有牙齒黑黑的 然後他到底是不是蛀牙 好像 好像其實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沒有…牙齒黑黑 你就要給牙醫師看 牙醫師就會告訴你 你是蛀牙還是不是蛀牙 但如果牙醫師跟你說 恭喜你 你沒有蛀牙 那你就回家又開始想 為什麼牙齒黑黑 通常牙醫師會告訴你 他會告訴你 你不是蛀牙的那個黑的牙齒 通常會在 就是牙齒的周圍這樣 那是一種口腔的菌 叫放腺菌 它會去把我們的牙齒 它會弄得有點染色這樣子 所以是… 所以是正常的 因為你知道放腺菌 這個細菌多 這個好的細菌多 反而蛀牙呢 所以會稍微 還甚至是一點保護的效果 那有沒有什麼處理方法 可以讓牠不要看起來 真的很像蛀牙的感覺 說老實話 你找那個 譬如牙醫師看你 熬不過你 對… 他就好好幫你刮掉 刮掉之後 每多久就長回來 對… 所以後來通常就是暗病不動 你不理牠了 所以Let it go 對… 等到橫屎長出來通常 黑黑的牙齒就會比較少 所以是好的 不過但是還是要去看牙醫 你不要自己想 我小孩應該去放線圈 結果是蛀牙 對… 糟糕 黃石琪剛剛也很多媽媽提到 就是一直動來動去 或者是專注力不夠的話 就是 是不是過動了 或是一直咳嗽 或是一直眨眼睛的話 是不是妥瑞之後 我發現其實現在媽媽 也都很緊張對不對 好像感覺這樣的一個動作 的孩子越來越多 但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每一個人 現在的孩子真的壓力也比較 多元一點 然後以前的孩子可能就是 出去跑跑跳跳 抒壓 現在大家都住在都市裡 也沒地方跑 也沒地方跳 只好轉移成其他的動作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把它 就貼標籤 比如說過動症 焦力症或什麼的 其實只是一個 它抒壓的方法 那我們怎麼樣去找到 它背後的壓力源 然後用引導 疏導的方式 讓它轉移到 其他不會傷害自己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才是爸爸媽媽一樣專注 而不是一直想說 那糟糕了 我孩子就一直會壞下去 之後就會變成需要吃藥或是 我覺得這個就真的是 爸爸媽媽給自己太多太多的 無限上綱的想像 可是有時候真的回家 你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小孩子 一起玩你真的會覺得 我的小孩 你跨一心 可是你知道小小孩 你回家的時候動不動 這樣才恐怖 這樣才奇怪了 所以有時候是爸爸媽媽媽自己 因為自己白天壓力太大 回家想要安靜 可是小孩看到你正開心想跟你玩 我們從孩子的角度來解讀這件事情 它根本沒有過動 是你過近 原來是我太安靜了 不是 你白天把那個話都講完了 我才不想講話而已 不要太緊張 黃師 我家有洗碗劑 是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個報導說 洗碗劑其實用都好像 比較容易養出過敏兒 我真的來講 真的嗎 你說 洗碗劑 家裡有洗碗劑 對 會養出過敏兒 對 我好像看過 是不是 但是 我覺得不要給自己那麼大量 難道你洗碗劑要送我嗎 沒有 我家沒有 我不在意 我家送你 不過他們是認為說 因為洗碗劑洗太乾淨了 所以這個上面殘留的 本來我們應該 小朋友在小的時候應該接觸到 爸爸媽媽媽的口腔的戲劇 但是因為通通都被洗乾淨了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的免疫系統就會變得 比較容易過敏 但也有人認為說才不是 那是因為裡面有一些添加物 就是這個洗劑所造成的一些 毒害的影響 也有人這樣解毒 但Anyway我是覺得 其實你洗碗機 只要把碗盤洗乾淨這樣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剛才講的在餐桌上 真的就不要那麼的緊張 消毒 請自己家人 又不是去外面吃飯 漂白水擦地板 然後每一個人都一支湯匙 還不可以跟爸爸共用不行 就是我覺得在自己家不用這樣 也是訓練他的一種方法就對了 如果像家裡已經有洗碗機 然後小孩又真的過敏了 那該怎麼辦 你說已經 洗碗機已經在了 小孩已經症狀出來了 對 那就… 那就好好去照顧他的過敏 不要只怪在洗碗機上面 因為不會只有那個因素的 那這時候 你看你是哪一種過敏嘛 皮膚過敏 就好好照顧皮膚 如果不知道過敏 就塵滿眉筋這些人 就是… 不要只怪在洗碗機上面 而且各個方面都要好好幫 你就認了吧 就照顧他的 我會打LINE給你 喂 換一隻 換一隻喔 天天喔 大家的黃璇回覆 天天抱一下 讓國籍更健康 黃醫師之前有那種實驗 就是譬如說討抱抱的那種實驗 譬如說要跟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抱抱 可是真的有這個說法 就是說好像一天跟三個人 擁抱會比較快樂 我都每次都覺得說 有一句聖經的話叫 然後大家說 這個大概就是神學啊 哲學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 醫學證據告訴你 其實你如果很快樂 或是常常有這種擁抱 那麼你的身體真的會變健康 因為你不要小看擁抱這個動作啊 可是身體的整個 這個交感神經都在放鬆 然後大腦有時候會產生一些 譬如說催殘數啊 或是一些大腦釋放一些物質 都會讓你 所以如果你家有這個 很多人都會說 如果高血壓那我不要碰你 但不是 其實高血壓你反而要 多給它溫暖的抱抱 那血壓還會降低 好啦 我知道了 那我們以後就抱抱主持了 那就不用啦 我沒有高血壓 你抱你老公就可以了 大家旁全回覆 還在說話太粗魯 爸媽交出來的 前幾天我跟兔寶吵架 我開始就說不要再吃糖囉 他就這樣 好 我知道 就跟得那麼兇喔 所以我其實有點嚇一跳 我說 你怎麼會那麼的粗魯來對我 你反應會不會也太大了 很多小朋友 好像都有這樣的狀況對不對 之前有一個很特別的研究 他就去做一些模擬的測驗 然後就說 譬如說你今天在路上 有一個人突然撞你一下 你會有什麼反應 那可能有些人就是會說 我會回頭先看看他為什麼撞我 有可能他是 不小心 對 行動不便的人不小心 有些人說 我回頭就先給他一拳 或者是我就先罵人再講 然後發現 其實這一些回覆當中 那些回應比較粗魯的人 他其實心中的 所謂敵意指數就比較高 所謂敵意指數就是說 他對任何人跟他講的話 他第一個是先 負面的解讀 就是你在刺我 你在嫌我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就是這個負面的情緒 在他腦袋裡面 是一個基本他思考的模式 所以當有一個人 碰到他的時候他就會 那這個怎麼樣去解決 其實都在我們的生活 教養當中 尤其孩子 爸爸媽媽如果每次都像警察一樣 你是不是偷吃東西 是不是你偷拿的 你是不是故意的 那小孩子就會用這種方式來面對 他的人生 別的同學有一天不小心 他會說 你是不是要偷我東西 你知道 這種粗魯動作就出來 其實如果我們在家 能夠用正面的解讀 他的每一個行為 你都先幫他講一個好理由 你今天跟我講大聲 是因為你怕我聽不到 或是剛剛很吵 或是你想睡覺 你給他一個下台階 那他以後 在面對人生當中 他就會幫別人想一個下台階 這個社會多祥和啊 哇塞 他真的是一個心中很有愛的醫師 我應該辦不到 但我努力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擔心脫寶遺傳到我 因為我才義烏 他不夠告訴 應該給他補鈣 補鈣 這個什麼年代 還在補鈣 有啊 有很多鈣片那一些的 還什麼出爐鈣 什麼什麼的 你是希望他長高 所以補鈣 那我就會跟你講 沒有任何研究告訴你 補鈣可以長高 對 你們都搞錯方向 還有人在旁邊驚呼 對 那不然咧 因為那是概念 是因為大家覺得喝牛奶會長高 因為牛奶鈣質多 你就覺得補鈣會長高 但其實牛奶裡面會讓你長高的 應該不是 是別的因素 對 其實鈣質已經有研究了 就是就算你怎麼補 你的骨質也就只比一般人 再增加1.7% 而且你一停止補 它就回到原型了 更何況骨質密度跟高不高 也沒有關係 那應該補什麼才對 所以真正應該還是 足夠的這個蛋白質 還有重點就是這個 青菜 因為其實我們綠色蔬菜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甲梨子 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 天然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反而會讓我們整個的生長 會變得更好 所以青菜啊 然後運動啊 然後早睡啊 心情好啊 這樣才是真的會長高 本來想當個好媽媽 結果都花用股錢 這是什麼 不不不 大家的房間回覆 都是心理作用 這些療法有用嗎 真的有時候 有些病一直看不好 然後就有朋友 或是很多長輩 介紹一些偏方 結果去也就看好了 對 有人說是 而且有的時候 你會看到報導說 明明知道他是騙人的 對 可是很多人去就跟你講 有效 對 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 這其實是很有名 這叫安慰劑效益 這個在我們醫學很常見 叫Plazibol 安慰劑效益 很多人都覺得安慰劑效益 就是笨蛋才會上當 就我今天騙你 然後你自己吃好像很有效 一定是那個人 對自己身體不太了解 一定是傻乎乎才會被騙 其實不是 我們大腦真的很笨 可以騙他 好多研究 比如說我隨便舉一個研究 有一個人 他就是跟你說 我今天你的腸躁症 我可以幫你治療 我先跟你望聞問切45分鐘 非常親切 非常和矮 然後我幫你針灸 這個療程三週 三週以後你一定會好 三週以後 45%的人都說 我好像好了這樣子 60%的人都覺得我好像好了 但其實那個針灸師是假的 他亂針 他就是看到哪裡 就隨便亂針 他沒有針在任何的穴位上面 但是因為那個親切 因為那個保證 對 一定會好 其實那個大腦 就會相信這件事情 對 所以千萬不要在這個 安慰劑消息這件事情 其實是無所不在 所以真正我們還是要靠 科學的認證 才知道說這個療法 是不是真的有效 了解 不好意思 一歲以下的寶寶 他因為不會說話 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麼 有沒有什麼溝通方法 讓我們知道他在幹嘛 不只是一歲吧 有些男生生生到一歲 講話都講不好 所以其實前一陣子很流行 有沒有 嬰兒手語 那很特別去學 其實不用特別學 你知道嬰兒手語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當我做一個動作的 我腦袋在想一個事情 可是我嘴巴還跟不上 但是我已經知道了 那我可以借用手的動作 來讓媽媽或爸爸知道我想要什麼 其實概念就是這樣 在我語言能力還不夠好的時候 我舉個例子 每個小孩都知道拜拜是這樣 是 對不對 你也沒有特別教他 對 因為你每次講拜拜的時候 手就這樣揮 這就是嬰兒手語 所以就是小孩在小的時候 你手就很忙這樣 你要喝內內嗎 你自己發明 你也不用看 肚子痛痛嗎 肚子痛痛嗎 變變了嗎 或者是 口渴嗎 有些是什麼 水 就是你自己發明 但是全家人都一起做 那漸漸那個小孩就很容易 就把這個 口渴啊 肚子餓啊 或者是我想玩啊 變成這個手上的這個 這個手語 那你以後跟他 至少在溝通的時候 就不用拆來拆去 所以是爸爸媽媽開始做情 然後小朋友就會Copy就對了 對 哇 你看爸爸帥帥啊 媽媽美美啊 很好喔 從小就要給人家洗腦 之前節目有交代 大家就是小朋友要怎麼擦這個 保養品 一切很大的回想 所以很多媽媽也想知道 那防曬的話呢 防曬乳液要怎麼來用它 基本上防曬的原... 挑選防曬乳液的原則 是一模一樣的 你要挑選 它成分裡面 沒有一些 譬如說致癌物質啊 或者是會對環境有污染的物質 那兒童專用的啦 不要有香精啊 這個原則都一樣 那但是 有些人就會擔心 那我擦了防曬 是不是紫外線 就射不到我的皮膚 那我小孩維生素D就會 沒有辦法轉換 吸收 這樣就會有各式各樣 維生素D缺乏的問題 的確啦 所以我們 像我每次在建議的時候 我還是會說 你如果今天要帶孩子出去 超過三十分鐘 比如說你去海邊玩 已經知道今天會晚一下午了 超過三十分鐘以上 那你才會在那之前 就先擦防曬乳液 你只是去樓下騎個車 三十分鐘就上來 就讓他有一點維他命D吧 曬一曬 不用特別擦防曬乳液 還有其他一些 因為美國有很多的小孩 因為小時候曬太多太陽 會長大 會增加他們皮膚癌的風險 未來 所以他們就說 中午十點 早上十點到下午四點 這段時間 不要一直都在外面 那你一定要擦防曬 好 還有一些 譬如說六個月以下的小嬰兒 也不要直接就曬到太陽 大概類似一些提醒 就是一些小小的撇步 要注意一下下 其實以前我小朋友哭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那個是長腳痛 可是我突然發現 他每天都哭 不可能每天都長腳痛 對 怎麼分辨呢 其實長腳痛這個名詞 它不算是一個很正確的命名 因為它 大概這種哭鬧的小孩 有一半是跟腸胃有關 這種可能你換個奶 或是吃個益生菌 或是怎麼樣 漸漸可以解決他腸胃的問題 另外一種長腳痛 其實根本就是心理的作用 對 他變聰明了 他現在眼睛越來越開了 然後他開始發現 這個世界有點危險 所以你看通常長腳痛 都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 它是在大概是三個月之前 一個月左右 然後三個月中間 所以小嬰兒 所以這個時候 他開始會有一天固定液的時間 然後他就會大哭 每次哭可能就是哭個一個小時 可是中場休息的時候都沒問題 吃也OK 玩也OK 排便也正常 但是就是這個抱抱都沒事這樣子 所以原則上 你如果有這個孩子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健康的 只有一天有一次是哭鬧的 我們就會把它定義為心理造成的長腳痛 這種就安撫他就好 像我節目講包窯吸側身就可以用 就可以 對 就可以用 譬如說給他好好的安撫 包窯吸側身 然後不要再隨便給他吃藥 了解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藥物 像我剛剛講 低生菌是針對腸胃型的 這種大概就是沒什麼效 反正時間到了就好了 有些是白天睡太久了 因為晚上就很灰 真的 暗公宵 暗公宵 是 好 了解 大家可能喜歡回覆 孩子愛磚角落 到底是為什麼 還是為什麼 小朋友很喜歡找一個地方 比方說桌子下面 床下面 窗簾裡面 其實有這種危險 這是為什麼害羞嗎 因為其實在小孩大腦裡面 我們大人的這種空間世界 太複雜了 你有沒有發現小朋友 小朋友進到一個新的環境 他會注意到很多 你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那表示其實這個空間 對阿倫來講 是很不能掌控的 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不用管他 這個不用管他 我們只要專注在朋友 喝下午茶 但對孩子來講 那個空間 它不只是桌子 椅子 然後裝潢 裂縫 窗屋 他每個都要看 他其實 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 自己搭一個小空間 這邊就是家徒四壁 一個小紙箱 我在這邊擺一個東西 對 很好玩 對他來講 這個空間 我完全可以掌控 很有安全感 所以其實我們 不用去制止他 不用制止 甚至要建造 打造一個像 為什麼小孩很喜歡樹屋 帳篷之類的 小帳篷或樹屋 國外小孩一定有一個棵房 就是因為 我們自己幫他打造 不過打造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注意安全 就像你講的 太密閉 然後沒有 不透氣 然後在裡面悶死 這也不行 所以安全性 然後這個空間性 大概太小 就搞到關節都受傷 軟骨弓 對 大概類似 我們幫他打造一個 差不多適合 可以伸展稍微 手腳的地方 陪著他一起打造一個 自己的家 這很棒 也對 小時候我很喜歡紫香 但現在紫香已經中不下我了 對 就這樣 大家狂喜歡回覆 孩子遇上小霸王 媽媽出手看時機 好煩惱喔其實 很怕自己的小孩沒禮貌 可是更怕 遇到沒禮貌的小孩 這該怎麼辦 我真的有時候很想出手 我很想跟他講說 那個你的媽媽 你要不要不要滑手機 你先來管管你小孩 可是我覺得這樣好像不行 我覺得這個好難喔 因為這個其實跟你的孩子的 個性有關係 真的處理方法都很不同 像 我覺得第一步 就是如果那個孩子是累犯 而且顯然 他是別人家的小孩 你也不能管他嘛 真的就要學習 你就把他帶離現場 或是甚至 我更積極的 甚至有 就是那個小孩已經盯上他了 那這個是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狀況 那大部分都是 只是被你看 剛好看到 那個只是單一事件 他是無心的 我覺得可以讓 孩子自己去處理那個衝突 只要沒有造成太多自己的傷害 危險的話 對 那你也可以 如果小孩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也可以事後陪他 說今天有誰誰誰 不小心攻擊到你 那你覺得怎麼樣做 下次你覺得怎麼樣做比較好 你可以跟他說 我不喜歡你這樣碰我 或什麼 你可以跟他討論 所以讓他去試 然後回來跟你討論 一次 兩次之後 他會找到 甚至可能會找到 比你更好的方法 來解決有人 對他不禮貌的狀態 其實小朋友 有他自己解決的方法 是真的 會找到自己的小天地 是 大家的黃蛇回覆 別對小孩說你太胖了 我還是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很胖 然後他說他印象最深 就是他有一次走在路上 有一個媽媽就親著一個小孩 就指著他說 對他的小孩說 你看你 你再吃就跟他一樣胖 我發現其實 講這個小孩很胖 或是笑人家胖 這是很不對的事情 其實你知道有研究發現 如果你對你的孩子 小時候用這種 傷害性的言語出來 就是提醒他 應該要注意體重 這個無可厚非 可是如果像你這種說法 就是你再胖一下去試看看 你就會怎樣怎樣 或是說你這個胖子 直接給他貼標籤 就是你就是一直胖 那麼其實這個孩子 他的心裡面 就會被繞上這個標籤 反而他將來 對 就是他長大以後 包括一些那個 或是甚至有一些 這個 反過來還是變成厭食 就是因為我很胖 所以他就有精神的問題 然後開始吃 然後受到生病 所以其實 我們在提醒 小朋友體重的時候 真的不能用這種 羞辱性的言辭 所以記得要說 保持身材好一點點 對 通常我們會說 我們一起健康 一起努力 一起健康 我們沒有要嫌他 也沒有說不愛他 了解 不要說你太胖 不好意思 我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當我生完小孩的時候 體重回到82的時候 我好開心 我想說 瘦到之前的體重 就覺得 要把握那個黃金的一個月 可是我發現 好像我算錯時間 那個一個月應該要好好修養 不應該運動對不對 生完小孩 身體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的子宮要修復 你傷口要修復 而且你要餵奶 對 然後精神的壓力睡眠不足 然後你又給自己 其實對你整個身體都是不好 所以你會發現那些 非常非常積極 想要在產後就瘦身的人 再不然就是沒有奶 再不然就是 反正就是出血不止 你知道 一直二路一直來這樣子 所以我想 最好的時機點 還是等到你整個生活都穩定 大概六週 至少六週 包括餵母奶奶症也都出來了 你餵奶的頻率也穩定了 這個時候 傷口也都恢復了 你再來開始 我們的減重計劃 那大約幾個月之後 再減重就來 比較來不及了 有沒有這種說 應該是永遠沒有 只是說有人說 六個月內 如果你沒有開始之後就會懶了 或是你身體可能就習慣了 所以盡量就在六週到六個月之間 這個是有人這樣子 了解 那我來不及了 拜拜 病情其實不單純 黃醫師其實在借尿布的時候 小朋友尿床是很正常的 對 比方說剛開始第一拍 我們都會很小心 趕快吹乾 第二天換床單到 後面就 反正尿就尿 吹乾就好了 童子尿也還滿香的 可是 好像有一些尿床的問題 一五六喔 它好像不是很單純 我先讓大家安慰一下 就是晚上尿床這件事 就是夜間的借尿布 這是每個孩子年齡 真的不一樣 其實到六歲 都還有百分之十的小孩 他晚上是會需要尿布的 這是正常的 沒有病 如果你已經借成功了 像你剛剛講 已經漸漸這個尿床事件很少了 但是有幾個事情 你就不能掉以輕心 第一個就是 他都本來沒有尿了 突然之間尿床 新的尿床事件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跟你講 尿尿會痛 或者是 或者是 開始吃多喝多尿多 你知道有些小孩子 這個兒童的這個糖尿病 所以這種新發生的事件 會有不舒服 連白天都開始尿 這個你就必須要特別的小心 你要找醫生幫你判斷一下 有沒有真正病理上面的問題 了解 不然的話其實都是一個過程 沒錯 習慣就好了 麻煩了 很香 我不是一個很堅持的媽媽 就是我會讓小朋友 接觸一些3C的東西 或者是 他們看一些什麼動畫 還是什麼的 可是我知道現在很多人 會用APP來學習 到底有什麼要注意的 其實APP到底能不能真的學習 你要有證明 所以很多的APP都號稱 他可以有什麼學習 但他沒有花時間做研究 所以真的有一些APP 他有做臨床試驗 跟你說 或者是他有學到一些什麼東西 架構能力、建構能力 他必須要有這個實驗的認證之後 他才可以跟你宣稱說 我有這個功能 沒有的呢 你就聽聽就算了 就把它當作一般遊戲吧 不要太認真了 只是挑選的時候 我也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剛剛提醒大家就是 三到五 所以就一小時 之後呢 其實最好是挑那個 然後重點是 爸爸媽媽可以一起參與的 千萬不要一個東西 就是爸媽都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然後也沒有互動 每天悶在房間一直在弄 這樣的話真的是 剝奪了孩子的親子關係之外 然後也讓他沒有辦法 就是有跟家人 好好的互相溝通的機會 這樣子 爸爸媽媽能夠參與的 內容你了解的 沒有暴力沒有色情的 這個我想是一個 學齡前的孩子 學齡後的孩子 挑選APP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目標跟方向 所以還是爸爸媽媽要多多 學習跟陪伴就對了 對 黃醫師主持的節目之後 就是很多媽媽都會來求救 一些新手媽媽 就是關於餵母乳這件事情 可是我發現他們其實除了母乳 剛開始是希望就是他發奶 可以發得快一點然後多一點之後 我發現很多人是有很大的壓力 比方說爸爸也講說 怎麼小朋友都不喝 怎麼奶量那麼少 可是其實他背後是心疼太太 可是講出來的話是實在很難聽 所以現在我們應該把時間 往前移 如果今天我們要避免這個狀況 應該是在還沒有生小孩之前 爸爸就要參與這些 補胃母乳的課程 那不能等到生完小孩之後 爸爸什麼都不會 所以之前可能就要 讓他學一些 補乳的知識 讓他知道說為什麼媽媽 這麼辛苦要補乳 是因為對小孩健康很重要 心理支持等等等等 然後順便 甚至當然人家在教媽媽 怎麼擺胃 怎麼才是正確的吸女的方式 感男士啊什麼的 對 爸爸就要跟著學 因為到那個時候 幫忙他擺胃的人 可能就是他 那他就可以有一點事情做 就不會這麼的感覺好像 真的是很孤單 所以國外的研究就發現 媽媽如果補乳要成功 有一半的這個是 爸爸的功勞 如果今天這個爸爸 有這樣學的話 那給這個男人 有一點幫助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就是 如果真的爸爸 什麼事都做不了 至少你可以按摩老婆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的乳 那個沒有哪一支 是要按摩乳房 其實最有效的 不是按摩乳房 是堅持 爸爸如果不知道怎麼做 你就先按摩媽媽的肩子 讓它放鬆 乳肢就會順 所以爸爸你很重要 好不好 乳肢才會很順 因為第一胎頭髮如果頭撞到的話 我就很緊張說 要不要送急診 然後第二胎 今天早上餓飽 才在廁所跌倒 我覺得抱起來 好…不錯… 可是我其實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什麼時候 才應該緊張 真的要送醫院 什麼時候才覺得 其實好像小朋友 真的很常跌倒 會常常發生的事情 他有離地那麼近 到底怎麼收我才對 當你的孩子 不管摔到從幾公分 好像是三公分 五公分 還是一百二十公分摔下去 就三個事情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他有沒有昏倒 摔下去大哭就先得分 因為表示他沒有昏倒 摔下去 沒聲音 這個就是大扣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他有沒有外傷 比如說很多人都描述跟我說 我小孩摔得好重 什麼 一摸根本什麼都沒有 也沒腫 也沒有血 什麼都沒有 也沒外傷也沒內傷 就是沒有看到血腫 沒有看到腫起來 那麼基本上就再加分 表示這個撞擊力其實沒有那麼大 那就算有些沒有外傷 他還是有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觀察第三個是三天 這三天內呢 如果沒有莫名的嘔吐 或是精神變不好 那麼這個狀況就緊暴解除 之後就別再想這件事情 別再那邊指指點點說 然後我小孩現在成績不好 就是你小時候摔 沒有那麼拖那麼久 三天過了沒事 就是沒事 我現在都很聰明 他如果說跌倒的時候 旁邊有人在我去跟他抱起來 誤會他就 因為我會被罵 對啊 這樣都會有壓力 對啊 所以記得喔 注意這三點就差不多了 大家的床全回覆 媽媽們注意了 高齡懷孕有好處 經理妳二寶生的時候是幾歲 43歲 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我 什麼 最近有一個研究 就說雖然高齡產婦有很多 你產前要檢查這個檢查 比較麻煩對不對 可是如果健康生下來之後 對孩子跟對媽媽都有好處 真的喔 對 因為大家都說高齡產婦比較危險 不不不 我們先講對孩子的好處 因為大部分在這個年齡出生的孩子 可能經濟條件啊 家裡的經濟條件又比較好了 那也許啦 我們只能說也許 爸爸媽媽比較多時間來陪伴這個孩子 所以這些孩子將來根據統計 反而她們的智商 或是她們的成就會稍微高一點 那媽媽呢 媽媽有一個好處就是 她會活得比較久 就是丹麥有一個研究很妙 它就說如果你第一胎是29歲之前生 比較早生的 跟那個33歲以後才生的 那這兩組媽媽去比 他們看誰活得比較久 就發現那個比較晚生的媽媽 她會活到90歲的機率 95歲的機率呢 會增加50% 真的喔 對…你想活到95歲那 也是不用 對 但是還是希望小朋友 能夠陪她長大 可能就是 當然背後怎麼解釋說 為什麼晚生會活比較久 可能是因為身體就是 會告訴自己說 我們要照顧這個小孩 所以你會讓自己身體調整 可能就是比較長瘦一點啊 或者比較注意自己健康 很多因素啦 不曉得是生理或心理 但總之呢 希望你能夠活得長長久久囉 好 我會的 大家的床神回覆 懷孕好無奈 為什麼讓我變過敏 懷孕對媽媽真的有時候是考驗 因為譬如說懷孕之前 你發現自己沒有高血癌 懷孕之後就有了 自己沒有糖尿病 懷孕之後就有了 好像有些媽媽說 之前好像別人沒有覺得 有過敏 結果懷孕之後就有了耶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是你那個高血癌糖尿病 通常就是懷孕前 不知道自己有高血癌 不知道自己糖尿病 然後因為懷孕被抽血 或在野良血壓 才發現原來我有 你之前都不曉得 但過敏這件事情倒是真的 就是說 研究顯示有三分之一的媽媽 懷孕之後她過敏就變重 三分之一不變 三分之一會改善 所以整個懷孕 你卻會讓你整個體質會有變化 我都有點開玩笑 我說如果你懷孕之後 過敏變嚴重 你就再懷下一胎 看有沒有回來 但是搞不好就更嚴重這樣 就是讀讀看就對了 對… 可能是因為我們在懷孕過程當中 其實身體的免疫系統 會為了這個孩子 保護這個孩子 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造成就是很可惜 很可憐 媽媽就變成犧牲自己的過敏體質 了解 不過有一種常常會誤認的就是 她懷孕當中開始鼻塞很嚴重 可是她也不打噴嚏 也不流鼻涕 她就是鼻塞 然後媽媽就自己覺得自己 是過敏性鼻炎 黑眼圈這樣 不過那種就是 懷孕本身的一些病發症 它就是一個 不是病發症 而就是會叫認證性的鼻炎 那個有點像水腫有關的 然後等到荷爾蒙退了後 生完小孩就會好 所以這種就不算 那我真的這樣懷孕以後 過敏怎麼辦 我剛剛講 如果是那種懷孕當中過敏 那個治療會好 但如果是懷孕後 才開始過敏的話 其實基本上 也是一好事情 因為你先把環境飲食先控制好 因為你的小孩可能 預算你體質 等於你照顧自己 但同時預防你的小孩過敏 這不是一舉兩得 好正面的意思 為什麼今天錄這一集 我覺得整個 所有的關節都痠痠的 可是我覺得不只 上了年紀的人 好像小孩子也會有一些 關節的問題對不對 那小孩通常是發炎 可能是感染 當然有可能是什麼 自體黏液的疾病 是不是 那 我們小孩最難分辨 就是生長痛 對啊 就跟你講這裡痛那裡痛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通常你如果發現 你的小朋友 他生長痛 他會一下左邊 一下右邊 一個上面一個下面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發炎 他會告訴你 就是某一隻 一直在那個地方痛 那時候都是幼小 然後都是某一個位置 而且不只是睡覺前 睡覺前灑奶 這個比較容易是假的 但是白天也痛 然後連走路 他一直一拐一拐 那真的非常要小心 了解 然後小孩最容易 被誤判的就是 他這邊感染 他會跟你講這裡痛 所以好多小兒科醫生 或是不是小兒科醫生 很多醫生就會以為 是這裡出問題 然後一直檢查 一直檢查 結果是髖關節出問題 所以這個是小朋友 常見的一個 就是他發炎在上面 會痛別的地方 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那所以像我現在覺得 整個關節都順暢 你覺得我會不會是成長痛 認成文也叫成長痛嗎 先走 黃醫師 這是網路上的照片 因為很多網友都在講說 臀蚊不對稱 是髖關節有問題嗎 媽媽要小心 是真的還假的 的確沒有錯 我們在看小孩的時候 我們看這臀蚊好像不太對稱 我們會特別做一些檢查 所以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髖關節 九成都不是 九成都不是髖關節的問題 是我們兒科醫生要注意 其中有些小孩 可能是真的髖關節先天性的脫位 那我們檢查的時候 就會有點像剛才媽媽分享的 就是有點像幫他做瑜伽 有沒有 發現兩個大腿一往外折開 就是這個打開 發現 你就知道這有問題 高的那邊應該是脫久 我們會幫他檢查 但是在家你不用看到就開始哭 因為大部分都只是太胖了 那我想我還是不要多問 我自己的問題好了 Bye Bye 黃醫師 之前吐寶在懷疑 是不是有中耳炎 然後醫生就讓我看耳朵那個 他說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他這裡有積水 我就這樣 我只看到一堆很像中乳石 因為他耳屎好多 就這樣上下都有耶 對 耳屎到底要不要忘 這個時候沒辦法 因為醫生為了要看你有沒有中耳炎 必須把中間的石頭都排出 對啊 他才看得到耳膜 所以這種特殊狀況下 醫生會幫你親耳屎 但是一般在家裡 你說老實話 真的不用 耳屎並不會造成感染 真正會讓你感染 是你挖耳屎的時候 把你耳刀弄受傷才會感染 第一 第二 耳屎不只不會讓你感染 還會保護你不會感染 比如說有些人 這個耳屎清太乾淨 就失去了這個 我們的酸鹼度 耳屎的酸鹼度是比較低的 失去這個酸鹼度的保護之後 它反而耳朵裡面發霉 真的還假的 還有蟲也不喜歡耳屎的味道 它飛過來或爬進來 然後就爬走這樣 所以耳屎還有保護的作用 我好愛幫我小朋友挖耳屎 我特別買那種 也沒有打開 然後有燈然後就進去 挖起來好大一片好開心 其實在洞口 稍微弄不弄是沒關係 我想我也不要剝奪 很多人家裡有這種挖耳屎的情緒 而且小朋友挖到睡覺 對 但是你就知道 如果生態裡面 甚至把耳屎往內推 那反而它會在裡面結塊 那如果真的是像剛剛講特殊狀況 請專業的醫生來幫你處理 好的 了解囉 其實有時候生完小孩之後 很多媽媽都會有 產後憂鬱症 因為不知道怎麼照顧小孩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 但是好像爸爸 你不要說媽媽 好可憐 他還沒生小孩 都什麼產後憂鬱症 我必須承認 因為爸爸他沒有荷爾蒙的變化 所以他的產後由於大部分還是 外帶給他的壓力 譬如說媽媽生完小孩之後 所有全身關注都在小孩身上 是 爸爸就很孤單 然後他想要幫忙 媽媽就說不要碰… 你不會這樣 都不會 抱腳還偷晃來晃去 對 媽媽有時候因為這樣 而這個工作遲掉 爸爸就糟糕了 現在說 心機壓力都在我身上 要養家 然後就你知道 男人有苦不說嘛 他們裡面就壓力很大 其實真的會有優異 聽說十個裡面 只有一個有 所以變成說其實有時候 在鼓勵媽媽 然後照顧小孩的時候 你要注意爸爸的情緒 對 我覺得媽媽當然很辛苦 所以媽媽也很需要被照顧 但偶爾關心一下你們整邊人 了解 問問他今天心情怎麼樣 其實偶爾有關心有聊一聊 我想爸爸心情都會好很多 對 最重要的是其實男人 也很需要肌膚相親 對不對 抱一抱 按摩… 我想這些都是讓男人覺得說 我可以脫離掉憂鬱的情緒 也是所以不只媽媽好生 其實爸爸你更長 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些過敏 像我女兒其實她有那個 異味性病 對 可是我記得我每次去拿藥的時候 從醫生到護士都叮嚀說 然後我就看他們的指示 他就想說會一直生長 真的會這樣嗎 這個西醫的這個藥單 就是這個壞處 它把那個所有 跟這個藥有關的副作用 通通寫上去 你一看你就覺得 哇塞這個吃下去 也有這麼多水牛間月亮圓什麼 我通通都不用在這個 我小孩子這麼多的病發 真的還得了 但其實不是 那個類固醇呢 最危險就是吃跟打 所以如果今天是吃跟打 超過 尤其如果你劑量超過好幾倍 或者是你超過兩週 那這個真的會造成 剛剛講的一些副作用 但是如果你今天劑量 是在正常範圍內 或者是你是噴 或者是塗 基本上它的副作用都非常低 就是你剛剛講的一些 什麼這個 異質生長 異質生長 這個副作用幾乎是零 幾乎是沒有 那可是醫生還是會跟你說 擦寶寶一層 是怕你過量 不過最久還是要找醫師 對 因為他會把所有的劑量 調成適合你小朋友的劑量 沒有錯 對 很多可愛的媽媽在我們的粉絲團 都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今天有個媽媽要問就是 寶寶的頭型如果沒有特別照顧 會變成扁頭 會不會影響腦部發育 因為他說他女兒是扁頭 然後上網找市面上呢 賣那些防扁頭的枕頭 有提到扁頭會影響美觀 還會影響腦部發育 這還滿可怕的 真的會這樣嗎 你不要強迫我剃平頭給大家看一下嗎 你是扁頭還是 我扁頭啊 你摸摸看 其實我也是扁頭耶 老實說 我們那一代好像都是扁頭 對 有不一樣帶嗎 到底會不會啊 真的會影響嗎 不會啊 不會嗎 其實 真正因為頭型 然後造成說智力 或者是發展有異常的事 它頭骨本身就有問題 譬如說像這種 船型頭 你不覺得這兩個頭 這個是正常的啦 然後這個是有異常 你不覺得它在哪裡有問題嗎 這裡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種是補縫有出問題 過早癒合的 兩歲之前 我們其實不建議小孩睡枕頭 第一 牠也不會睡在上面 就翻來翻去 滾來滾去 360度 對 第二 那些枕頭搞不好 還會增加嬰兒窒息的機率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挑選的話 所以那還不如我們就讓牠 這個睡在一般的床墊上面 那軟硬適中 你在牠小硬的時候 幫牠記得左右擺頭就好 而且扁頭就扁頭 你看男的帥女的美 自己給自己加註解 黃醫師 我們聊了那麼多 你用錢要怎麼跌 然後怎麼才是 用錢的最好的方法 可是小朋友其實不是你講的 牠就會聽 到底要怎麼溝通 對 所以我自己還是覺得 大概要 那之前都是好玩 讓牠有個概念 但是其實四年級以上 你才可以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就印象中我爸媽那時候 我媽媽那時候 大概每一年或每兩年 她就跟我說 那你打算怎麼花這些東西 或你打算怎麼存這些錢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會 譬如說 學費 總不可能就是這麼貴 然後你就給我零用錢 那萬一我今天真的 我就不上學了嘛 所以有一些東西是 父母親掌控的 那這些東西 是什麼 我們先調理 我覺得這都是討論的過程 那牠通常會這樣子 牠就是如果看到我長期以來 我們都維持在我的預算裡面 所以我的這個這個 預算都很符合 那牠就會再問一次 今年有關係 哇 牠如果每次都過表 牠就不會理我了 其實是很爭動 小孩的做法對不對 對 好了 我來試試看喔 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小孩 交出來很有禮貌 所以很小就叫牠說 因為牠說請 謝謝 對不起 可是我發現現在兔寶 好像學聰明 他這樣一做錯 他馬上就對不起 對 對 然後就發現 他好像覺得講完這句話 事情就解決了 對 可是好像不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其實年紀小的時候 也許這樣還OK 再大一點 我們就譬如說 等一下 回來 你為什麼說對不起呢 你是不是覺得 你傷害到誰了嗎 那牠的感覺是什麼 讓你覺得要說對不起 比如說牠剛剛打翻東西 那個東西是誰誰誰 本來要喝的 那牠現在沒得喝了 所以牠就會很難過 讓牠知道 原來對不起 背後是有一個人的感受 然後受到傷害 我才會說要對不起嘛 對不對 再來呢 你要怎麼解決這問題呢 好 你是要再買一杯給牠呢 還是要親自跟牠說 我下次如果有再給你呢 或怎麼樣 第二個是解決問題 第三個呢就是 你可能如果家裡有一些 家規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用 比如說 可能你這個禮拜 常常就會減少 那讓牠能夠不只是 隨便講一個對不起 黃醫師我最近常常跟我女兒對峙 我實在有一次忍不住 跟她講說 為什麼啊 她是吃了什麼東西 吃錯了才有脾氣那麼糟 如果說跟吃有關的話 我們通常就抓兩個敵人嘛 一個就是我最常講的一些 人工添加物 人工添加物 比如說色素啊 或者是那些香精啊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反式脂肪 因為過去有很多的研究 是告訴我們說 你大腦裡面你知道這些神經 都是被油包著的 所以你今天吃什麼油 那個大腦就是儲存什麼油 那些神經組織 所以你今天吃爛的這個 反式脂肪油 等於是擠壓了 讓身體吸收好油的這個能力 那好油要從哪裡來呢 各式各樣的魚 裡面就有啊 Omega3啊 或者是一些好的反式脂肪 什麼亞蠻人油啊 或這個很多啦 然後市面上很多這種 植物性的油脂 也許 也許可以讓你的孩子 脾氣稍微好一點 了解 好啊 那我們現在慢慢開始改了 好不好 不要再跟小孩吵架 媽媽也很累 好啊 不好意思今天我們介紹很多好食物嘛 比如說鹿茸啊 或是山豬等等 就是希望大家吃完啊 免疫力搶啊 頭好重重 可是呢其實 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 還是避免不了生病 或者是真的從小到大過程中 我們一定要打一些預防針 對 可是打針 那個把小孩拖進去那個過程 哎唷喂啊 救命啊 大家都在看怎麼辦啊 打針的時候 其實最害怕打針的小孩 就是那些媽媽常常用打針 恐嚇他的小孩 那怎麼辦 所以打針大概我先跟各位分享 五藥 五藥是什麼 五藥 第一個藥就是你要 事先跟他解釋清楚 你可以用繪粉 你可以跟他討論說 其實打針是會痛 那痛程度到哪裡 可能就是捏著捏一捏 或者手摸一摸 不要騙他說跟蚊子釘一樣 這個是假的 我知道騙他 第二個我們剛剛說 為什麼要讀繪粉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從繪粉 或是一些影片 看到學習的榜樣 了解 甚至你可以帶他去看別人打針 也許他就 原來沒有很可怕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 不用逼孩子 就一次到位 只要他願意跟你踏出勇敢的第一步 比如說今天先走進診間 然後跟醫生打個招呼 有的時候甚至你可以先讓他熟悉 說熟悉醫生 然後你就今天不打針 也沒關係 如果你很有時間的話 其實這樣是比較好的 第四個 打針的時候媽媽一定要在場 因為媽媽可以讓她有安全感 不要說 我就跑掉了 然後就眼不見為敬 其實不太好 那第五個是不要跟他說 不害怕 不要怕 有什麼好怕的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一起來找到勇氣 了解 一起找到勇氣 而不是不要害怕 了解 那五個不要就是 不要跟你說一定不會痛 騙人的 你不要跟他道歉 說媽媽對不起 你明明沒有對不起他 這我害你敢冒動 對 明明沒有沒有 不是 你是為他好 不要羞辱他 你長大一點好不好 幾歲了 幾歲了 不要 不要開空投資票 打完針我帶你這個 去買一台車車 結果後來 你每一次打針都要買一台車 真的做不到 還有第五個是 前幾天不準備好 當場才跟他說 那你慢慢等 你準備好還在告訴我 當場當下那麼可怕的環境 他永遠沒有準備好一天 所以原則上事前就要準備 不能當天才來心理建設 了解 所以大家記得 這個是五要跟五不要 大家好 其實啊 在小朋友學才藝的這個 過程中 我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我以前啊 學鋼琴 然後手就那麼短 老師叫我開八度 我怎麼可能 所以我每天都被老師啊 用那個鉛筆打那個手 以前 所以其實小朋友學才藝 好像會有一些壯場其實 那時候爸爸 後來呢 後來我就學了大概六年之後 還是彈得亂七八糟 我自己家庭也好 會碰到什麼狀況 因為小孩 練到一個程度 他就不想每天練琴 可是你越逼 其實說老實話 你只是把 練琴這件事情 跟媽媽生氣連在一起 對不對 那怎麼快樂得起來 所以逼 就一定沒有用 那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目標縮短 比如說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 兩手沒辦法 先單手 或者是把時間縮短 本來半小時沒辦法 那先變十五分鐘 總之把事情變得稍微 一按部就班 讓他有成就感 因為我做得到十五分鐘 我做得到一隻手 然後就結束了 那今天我已經得到了一個里程碑 那我下一個里程碑再往前進 其實小孩都是這樣子 那最後的最後 我覺得像音樂這件事 一定要找回他起初 為什麼要學音樂 就是為了希望他未來可以 討解性情嘛 心情不好的時候 彈彈性向自己快樂 所以帶他去聽音樂會 讓他去看看這些快樂的音樂表演 都是免不了的 找回那個有起初的用心 你讓我想到 我之前看朗朗的書 他有說 他爸跟他講說你要練琴 對 要練得像沒有明天一樣 對 然後柯一鎮導演就說 都沒有明天 幹嘛練琴 趕快去玩了 對不對 我覺得很棒 黃醫師 其實你跟我講很多話 我都把它當 因為比方說 你跟我講說不能說一二三 不能說警察來了 我想說 這個就是我對付小孩最好的方法 可是直到我之前 看了一個網路的影片 就是一個小女孩 她要去找阿姨 對 然後她其實有點迷路了 會有一個女警要幫她 但她看到女警 她就警察 她就轉身就跑走了 我是不是做錯什麼事了 對啊 所以就被人說 好像真的不可以 這樣跟小朋友講 或者是有些醜化 像剛剛醜化警察的 有醜化醫生的 只要被媽媽媽 或阿公阿嬤嚇過一次之後 她就每次看到穿白袍 就一直哭 其實我們沒有要害她 我們是想檢查一下 我們要對她好 可是她一直覺得 穿白色衣服就壞了 這會增加很多 她跟正常的這些警察 或者是有權威的職業 不管是老師 警察 醫生 會有一些互動上的懼怕 這其實對她 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 就事論事 譬如說我就很多媽媽 她對我們醫生 醫護人員就很好 打完針 她也會有一次她會說 說謝謝 我就覺得這個家庭 她就 對不對 就不會下次走丟了 還怕警察這種事情發生 我真的很怒 就是說 你再忍耐一點 再忍耐一點 然後你打完針 就有兩張貼紙喔 不錯啦 也算一個方法 對啊 大家常常會喜歡回覆 打回創業獎勵 不要花錢 其實我每天都在唸小孩 對 哪一個媽不是這樣的 然後我有時候覺得 不行 我現在要給她一點鼓勵 所以當她真的 可能有一些些改進的時候 我會覺得 那好像一個給妳一些鼓勵 這樣子 可是我突然發現 我除了給她糖之外 我不知道給她什麼鼓勵 可是現在不能給糖 我該怎麼辦啊 其實獎勵有很多種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如果認識你的孩子 他喜歡的一個 不管是一個感受 或是喜歡的一個活動 就是你自己孩子有特殊的癖好 那你就摸著他的毛 去獎勵他那個 他特別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 沒有標準答案的 每個家長都可以做得到 比方說可以去吹泡泡 可以去公園玩電話題 或是可以泡澡 可以讓你在裡面 畫畫畫一小時之類的 了解 那如果說你暫時想不出來的話 我覺得有一些 比較簡單的 譬如說 你的公開場所說 他做了什麼什麼事情 你在家可能不知道 什麼樣開啟這樣的畫題 但是在公開場合 你這樣稍微講一講 他在旁邊聽了 很高 對 這倒是 是真的 對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 也許你們家有一些 平常他該做的家事 那可以 你最近真的是表現得非常好 那今天你當國王 所有的家事都可以免疫 那讓他當天這個 免除勞的很開心 開心了 類似這樣 有時候發揮一點創意 讓你的孩子不用 用物質來獎勵他 而是用這些擁抱 言語來獎勵他 因為其實心靈上的滿足 好像比物質更重要的人 是 雖然我常常都很想跟我小孩講說 我吃過的鹽 比你吃過的米還要多 但是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 溝通也是有耐心的 你剛剛講了半天 他一直在問你為什麼… 已經不要… 火也是會冒到這裡 而且他也火冒到這裡 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溝通 有很多人都說 你有沒有跟你小孩聊天 有 我每天都跟他聊一小時 很自豪 我是一個好爸爸這樣 可是你仔細去問問看 他跟他聊天的 只有前面五分鐘小孩在講話 爸爸 我跟你說 我今天在學校看到一個同學 我知道… 我跟你講 爸爸以前是這樣 我就那個同學欺負我 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 後面一個小時 都是爸爸在演講 小孩就只有開頭 開場白講完之後 就再也沒有發表言語的語地 或者是他講一個 馬上被你打槍說 不…是這樣 所以原則上 我們真正要跟孩子溝通還是 我很喜歡一句聖經的話 叫 慢慢的動怒 就慢慢發口氣 對 所以你一開始小孩 你要跟他講得夠 一直講一講 你就先忍住 好多話想講先忍住 快快地聽 先聽… 然後聽到 他大概已經講得很夠了 你再慢慢地說 不要發脾氣 因為小孩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政治不正確的語言 對 不要發脾氣 然後你跟他用你的心理的話 盡量少用 盡量用這種說話是 我們怎麼樣… 不是你…我… 這樣的話孩子就會 在這段溝通的當中 他也講夠了 他也被同理了 他就可能比較能夠接受 你給他的一些建議 好爸爸 有沒有覺得他後面在發光 真的嗎 兩位神 有沒有聽過 其實我們現在也聽過很多說法 比方說東西掉了 人家說 5秒撿起來沒問題 他們說細菌不會沾上去 所以9秒之內 細菌不會爬上去 這是真的嗎 這樣可以吃嗎 我想不能夠用時間來計算 來評估 其實主要要看那樣子的地面 乾不乾淨 物體是什麼 舉例來說 如果你咬著一個吐司麵包 進外面的公共廁所 地上是濕的 好會形容 你掉到地上了 就算一秒鐘 你也不應該把它撿起來 是 如果你在家裡面 你的孩子亂吃亂玩 看電視不乖 掉到地上 我都會跟他說 你給我乖乖地撿起來 要把它吃亂 因為你家裡面的地板 應該是乾的 是 而且應該也不會太髒 所以通常例如說 就算一片濕濕的西瓜 掉在地上了 我還是覺得說 撿起來吃 其實還算 安全 我還是這樣覺得嗎 沒錯 真的 所以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 你那個掉地上的食物 是濕的還乾的 濕的話 下去上來 一秒鐘 一堆細菌就上來 乾的就比較慢 第二個就是那個地板 上面會不會有致病菌 請記得是致病菌 像剛剛慕容醫師講得很好 廁所 開什麼玩笑 那知病菌一定很多 一秒都不能碰 外面的餐桌 我也會稍微小心一點 自己家 真的是 我想掉在地上 叫什麼 撿起來沒有關係 我們家沒有外人 目前家裡沒有人生病 也是可以吃的 他們口徑一致喔 對 兩位小兒科醫師的神香請問一下 之前餓飽有一些狀況 就是他哭一哭 然後突然沒聲音我想說 我發達了 他就不哭了 結果發現他不是 他是突然停住 然後臉就脹紅 大概過了五六秒之後才 我發現他是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有些孩子的確會在自律神經 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會出現說他在心情不好 甚至 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開始大哭大鬧 然後就瞬間 停住了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他臉 慢慢脹紅 慢慢脹紅 然後你就覺得他好像 就沒有呼吸了 實際上也不用太擔心 再過一陣子 他就會自己把那個空氣突出來 再呼吸回去 對 這個可能是一個叫做 屏息症的 就是屏住呼吸 但這是OK的對不對 對 我們沒有碰過真的屏息症 搞到大腦有缺氧 除非有人在旁邊 又弄這個 又弄那個什麼 鴨舌板 湯匙搞的半天 就是害小孩那一口氣 沒有好好喘 不然的話大部分 他是不會有 對大腦的影響 了解 屏息症最大的問題 都不是在小寶寶 是長大的 因為爸爸媽媽怕 以後對他就會予取予求 所以這個小孩子就會變成 我只要 你這個通知就會給我 所以我們要知道 他雖然有屏息症 只要你心裡知道 這個對他身體不會有影響 在教養上 我們還是溫柔 但是還是堅定 不要讓他被這種 以後的那種哭泣 來綁架爸爸媽媽的情緒 溫柔而堅定 好會講喔 兩位神 大家的床喜歡回覆 肚臍黑黑別亂控 小心感染和麻煩 其實我發現不只大人的斗宅 會有時候洗一洗會臭臭 小朋友也會 而且我之前看到二寶的斗宅 因為它其實沒有像我們大人那樣 真的熬進去 它比較凸出來一點點 可是我發現上面有一些黑黑的 然後在它的那個皺褶裡頭 那不要不要洗 其實你的肚臍只要沒有發紅 不管是裡面發紅或外面 因為發紅就更嚴重了 然後外面沒有發紅 裡面沒有發紅 裡面沒有發紅 那個黑黑的就不要管它 那你去弄它 反而會增加裡面皮膚的破壞 然後有可能本來不弄還好 一弄只有細菌就跑進去 所以原則上我們就不要動它 它就是清水沖一沖 那如果這比較大的孩子 它可能真的有點味道 我們想幫它清的話 就是忍不住 忍不住 對 真的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原則 不要讓它受傷 好 不要讓它受傷 你可以用嬰兒油或乳液 就是把它的皮膚先弄 潤滑之後 用棉花棒輕輕地把它清清 我想這是我最基本的要 就是不要把它弄受傷就對了 了解 那小嬰兒就不一樣 小嬰兒如果是剛出生英文 它那個味道很重 然後甚至有尿燒味 不要找醫生 表示它真的是有一些 先天性的問題 對 了解 搭著床神回覆 小孩拉肚子 電解水可以DIY 黃醫師之前 兔寶發燒的時候 其實都會帶去看運生 然後就是其實他們都會 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很像礦泉水 可是他說是電解水 然後有點顏色 他說小朋友喝那個 就很快恢復體力 有必要嗎 結果只有一些 比較老神在的媽媽說 要浪費錢 去買那個運動飲料 然後多加一點水 給他喝就好 OK嗎 其實呢 拉肚子最重要的 就是補充水分 很多媽媽就說 我小孩拉肚子 是不是要禁食 我說不行不行 你反正呢 上面吃下面拉 上面喝下面拉 你就不會脫水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補充任何水分 理論上都對的 但是在這些水分裡面 還是有比較好的 比如說 裡面如果含有這種 像你剛剛說 運動飲料 運動飲料它的那個滲透壓 糖分太高了 所以有的時候 你這個喝進去之後 它小腸蠕動會更快 你就下面就更拉 當然我剛剛說 下面再拉 你就下面再喝嘛 但是何必要讓小孩 做這種痛苦呢 所以原則上 含糖的飲料是不行 在沒有含糖的狀況下 哪一種飲品最好呢 就是裡面 它的那個成分裡面要有 某一個濃度的葡萄糖 跟某一個濃度的納泥脂 兩個砰架在一起 黃金組合 那是最好的 所以那電解水 貴是貴在這裡 就是我要再幫你配好了這樣子 但是 如果要為了省錢的話 也是可以 你就用米湯 有沒有西飯湯 自製 對…然後再加一點點鹽巴 大概就是一碗 一碗加半茶起 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 也是可以讓你孩子 補充水分 而且甚至可以 唉唷 學到了 自製電解水 對… 黃金剛有聊到 就是小朋友一直問 為什麼… 其實有時候是挑戰父母的權威 對 可是又有一派叫我們說 我們就是要挑戰權威 我們就是要勇敢問為什麼 怎麼辦 其實小孩如果可能挑戰權威 至少你 你就是知道說 好 我的小孩這個個性還不錯 至少他以後不會被欺負 不會被欺負 我覺得人家一直弄他 然後他都不抗拒 我想至少你要往這個方向來想 那再來就是說 今天小孩子要挑戰你權威 那你可以跟他再重新討論一下 界定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你決定呢 我們可以討論 搞不好他真的長大了 那我們今天就重新再界定規矩 你今天覺得說睡覺的這個… 太早 對 你想要改變 但你覺得10點比較合適 好 我們可以釋放一點點 他說那我要10點不行 那我們你只能在9點15跟8點45之間 你自己選一個 那其實這個範圍內 你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他就可以感覺好像 在這個睡覺的時間上 他可以做一點點組 重新界定一下權力的範圍 然後不要有情緒性自演 就是咸咸然後閉嘴 然後我們剛剛說我們要正向的思考 但如果說今天你已經給他了一個 釋出一個利多 我們重新讓他有一點自足的權力 可是他還是一直依序與求 一直要想得寸進尺 這時候你就真的可以不理他了 你就說家貴已經定了 那如果你想要遵守 我們全家一起遵守 那如果你不想遵守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 你先坐在我們家 那這件事情倒是可以用 情緒凝結的技巧 讓這個討論到什麼為止 就這樣 沒錯 還沒討論就這樣 你有聽過 有 那你有沒有聽過 抽菸會禍及三代 有 你是聽我演講聽到的嗎 是真的還假的啦 你們都很容易這樣 誇大其實 你看如果今天 你知道抽菸它有毒素嘛 因為你這個吸到燃燒的物品 會有毒素 毒素會跑到血液裡面 所以如果今天 不管媽媽懷孕的時候 她自己抽或是二手菸 那這個菸就會毒素跑到胎兒嘛 你知道胎兒這個基因 過敏基因就會被這些毒素都打開 就那個小孩出生以後 過敏基因就會比較高 但是還不只喔 因為你如果懷的是女寶寶 女寶寶在媽媽肚子裡 胎兒死體她的卵子就成熟了 真的還假的 她才那麼小 真的真的 所以那個毒素 不只把胎兒的過敏基因打開 也把胎兒的 卵子的過敏基因也打開 所以這個女兒出生後 要長大成人 結婚再生的小孩之後 她的小孩對我們一定都很難倒 這個音效嚇得真好 真的很誇張耶 所以你才知道 為什麼這一代的過敏 會突然之間暴增 其實因為這些空氣污染 造成的這些毒害的 對過敏的影響是 倍數的增加 你有過敏嗎 我有 那你可以現在打電話問你 外公是不是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對自己跟對環境 都要好一點 他們也會對我們好一點 對 外面的空氣要顧好 都要靠政府 自己的空氣要顧好 就是你們家裡不要有人 嚇壞 我是一個算正正的媽媽 我有做功課 我知道乳牙很重要 對 因為它如果沒有長好的話 會影響到永久的食物 對 你不能放著它爛 然後想說沒關係 這以後用不到 不是這樣 可是現在乳牙已經有助牙了 那我現在吃佛藍子嗎 其實 佛不能治療助牙 不然咧 預防啊 治療要找兒童牙科醫師處理 那是預防 所以預防除了佛 還有那個什麼溝系豐田嗎 現在都有補助 有有有 對 那佛的話大概有三種 預防的模式 第一個也是免費的就是 第二個呢 就是你剛剛講的 吃佛錠 那基本上吃佛錠是打底子 了解 它是保護那個還沒有長出來的牙齒 第三個呢 就是用韓國的牙膏刷牙 但是那個牙膏 因為你知道嗎 三歲以下小孩兒子 就吞下去了 對 所以只能用一點點 多一點點 對 就跟一顆一厘米一樣的大小 就一點點就好了 那問題是 我有時候會這樣給它塗 我想說 當然它如果 通通塗掉就沒有關係 那吃下去怎麼辦 吃下去 然後你又吃佛錠又塗佛 那這樣可能 所以原則上就是 我們不要讓我們孩子有暴露在這個 佛種族的危險 所以一點點米粒大的這個牙膏 再加上塗佛 再加上這個吃佛錠 其實這樣三個加起來的量 都不會對身體造成危險 了解 那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小朋友應該刷牙 是真的早晚嗎 還是三餐吃完都一定要刷牙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因為到你晚上 這麼長一段時間 口水會變乾 那個時候蛀牙菌最開心 所以睡前那一次一定要 每一顆牙齒 甚至牙水 那個牙線都要使用 好 看完節目了 趕快去刷牙 黃醫師 你知道英國有一個婦人 她42歲 是 然後之前就有一些狀況 然後讓自己不舒服 叫她去看醫生 醫生說 叫她每天喝3000CC的水 喝完之後 她發現很多頭痛症狀 那些都沒有 重點是 她大概年輕10歲 如果她以前都不喝水 然後都很乾 那這個時候喝喝水 然後氣色比較好 我相信是有可能 是喔 但是年輕10歲 更何況 你今天 你剛剛說幾CC 3000 3000喔 3000 有一些如果腎臟本身 有一點點已經進入到 這個腎功能有病 開始退化 你喝3000你會 會水腫 而且甚至會水中毒的 大陸有一個太太就是 每天喝很多喝很多水 她腎臟本來就已經快不行了 所以這樣一水下去之後 她後來就可能血尿 然後有很多其他一些腎臟的問題 對 所以 喝水就是剛剛好就好 那如果你今天 腎臟有問題要提早 讓醫生知道 然後醫生會替你做一個 比較好的飲食的安排 我還想說喝水比你70歲 下次來你就看到嘉欣跟李主持了 23歲 大的黃旋回復 黃醫師 之前脫保小時候 就很喜歡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我真的就白眼翻到樓上去這樣子 然後就 我婆婆就跟我說 你這樣想啦 真的嗎 因為我只要門診呢 碰到比較好動的 我就說 那只要門診來比較乖的 我就說 變成說人話 對 不過真的有這樣的研究 美國 他們就可能比較崇尚 這個活潑啊 有創意啊 是 要反抗啊 要問為什麼啊 另外一個是南太平洋的國家 包括一些亞洲的國家 他們就希望就是 聽話啊 乖巧啊 所以他們給他設計一個活動 讓他們去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完之後 美國還是覺得說 你看我小孩子 活潑 所以他完成任務的這個過程 他比較聰明 那這個華人 或者是這個亞洲人 就說 你看我的小孩子 這樣安安靜地做 把任務都完成 人家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聰明 還沒有完 他們在做自立車眼 自立車眼怎麼會騙人吧 自立車眼發現 結果我發現 美國那些小皮的小孩 自立車眼比較高 亞洲這些安靜的小孩 自立車眼他分數比較高 我告訴你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小孩最聰明 他知道爸爸媽媽媽要什麼 他知道這個文化 什麼是聰明 他就會 他就會跟著那個方式走 所以真正的問題 根本不在你的小孩 是你們家的文化 或是他所追溯的文化 他不就厲害了 出生就知道我的文化是什麼 對不對 厲害 聰明 對 黃醫師 之前有那個報導說 就是小朋友 如果躺上全身無力 那會是在這場上躺平 有可能是他有憂鬱症 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說到憂鬱症 我覺得是有點誇大了 但是 有心事是有可能的 我說小孩哪會有什麼憂鬱 不就上學 跟同學玩 又沒有叫他愁吃又不愁穿的 其實小朋友憂鬱心可多了 人這個同儕之間的相處 誰不跟我 對啊 或者是這個 跟大人之間的相處 老師他不太知道怎麼面對 其實小朋友他自己 他的世界裡面 還是有很多可以憂鬱的事情 如果在學校被霸凌了 他講不出來 或他不知道怎麼表達 他回家就 不是這樣躺著最好 今天什麼都不想吃 這個時候你其實 絕對不要講說 大概小朋友 只是最近變乖了吧 比較 只要聽話回來 回來就不會一直吵到看電視 你也還以為他學會了 其實他可能是真的 情緒很低落 對 那如果有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 趕快先陪他聊聊天 如果聊不出個所以然 那就是打電話 跟老師問一問 在學校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如果說我們今天有些孩子 就是很玻璃心 三不五時就很憂鬱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是讓他吃一些 會快樂的食物 比如魚 就是有Omega 3 類似這樣 了解 讓他能夠在營養上面 得到一些快樂的醫治 然後還有我們的生活上面 也讓他能夠有抒發的一個管道 了解 其實以前對於中耳炎 就非常的害怕 然後有了小時候 我發現小朋友是非常容易得 中耳炎的 是不是因為我們就是 常常給他洗澡 也是游泳的時候 讓他水在裡面 結論是對 但原因不對 小朋友比較容易中耳炎是對的 因為他的耳炎 你知道我們耳朵的耳膜裡面 是中耳腔嗎 中耳腔有一根管子 是跟我們的鼻腔相接著耳煙管 所以小朋友的耳煙管 比較平 而且它的功能也不好 所以常常鼻涕 細菌就會游過來 然後在中耳裡面 造成發炎 或者是化膿 可是你從我剛剛故事裡面 你沒有聽到任何 從外面來的水 外耳道如果細菌 沒有重點有時候 我們去游泳或洗澡的時候 你說這種跳就跳 他跳不起來 他就在那 是啊 那個水是在外耳道 可是跟我們剛剛講 化膿的中耳腔 其實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怎麼分辨它不一樣 怎麼分辨 當然醫生看最準 但是再加居家的方法 就是你去扯它的耳朵 外耳炎扯了會愛愛叫 中耳炎你扯不扯都愛愛叫 可是就像你想它耳煙管已經長這樣子 那怎麼樣避免它不會中耳 好 所以在它長好之前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 譬如說打疫苗 肺炎烈球菌疫苗 就可以稍微預防中耳炎 然後躺著喝奶就會中耳炎 因為你躺著喝奶的時候 你的鼻腔的鼻涕細菌 特別容易游到中耳腔 還有一個 家裡有人抽菸 這最不好 因為你的耳煙管 因為那個菸害 它的排濃的速度就變慢 總而言之呢 有很多很多因素 會造成中耳炎炎 一次用抗氧素把它治療完之後 你一定要想 我要有做什麼改變 來預防下一次的發生 那你會建議小朋友 大概幾歲之前就是 不要讓他接觸太多人 可能先不要到幼兒園或什麼之類的 我是有 我是認為三歲 對 那他發育得比較OK之後 再去那裡對抗其他的病毒 接受其他的好朋友 是 了解 黃醫師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小朋友來說 我來不及清洗我的那個 要餵他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那個護士跟我講說 沒關係 因為母奶他今生有抗菌的能力 所以最後很多人就會跟我講說 如果真的有不小心的發炎 還是幹嘛 夫母乳是有用的 這是真的還假的嗎 這是有一點點過度的 誇大母奶的效果 我覺得母奶大概本身 它有很多的好處 但恐怕沒有神到說 你只要擦的地方 就不會感染了 就不會發炎 其中一個就是那個 好像有一個土耳其的研究 他就說把母奶塗在寶寶的幾代 它比較快掉之類的 可是 你不塗在也是會掉啊 所以這個研究 我們就看看就好了 那後來有一些 針對譬如說 什麼身上的這個毒性紅斑 或什麼很多人都用母奶去塗 大概效果都沒有什麼很好 所以算了啦 我們不要 母奶的功能是給寶寶吃的 然後不要內用又外服 這其實我們對它要求太多了 那就塗大概也沒有害處 但是沒有特別的好處 不要完完全全的信賴它 了解 有那麼誇張嗎 小夜燈會讓孩子性早熟 自從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就是對健康 比較有一點點的了解 然後所以網路上常常很多文章 關於健康方面就會 原來是這樣 可是我之前看到一個 有點嚇到我 因為我們家睡覺都會點小夜燈 可是他說 這個很可怕耶 這個是有一點點的邏輯 但其實只是一個過度余生的一個說法 也就是說我們的特黑激素的濃度 的確會跟我們的性發育 第二性真的發育會有關聯 但這關聯呢 其實不是跟那個夜燈有關 是一個比較極端的 比如說你是全忙的人啊 或者是你每天晚上睡覺都開大燈啊 然後這個從來都沒有關燈過啊 那這樣的狀況下 可能你的特黑激素的濃度 就會跟正常人不一樣 所以晚上的確是應該要關燈 然後要規律的睡眠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開個小夜燈 說老實話 應該對你的整個特黑激素的濃度 影響不會太大 了解 你也有人會開一個很大的燈 對 那就不叫夜燈了 睡覺 你叫太陽燈 那不算 一樣就是放鬆就對了 沒錯 其實很多老人家 他的囉嗦是出自於關心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 這也管太多了吧 比方說黃映德他們說 他們會傷害太多 可是問題現在 除了超音波還有3D超音波 還有高層次超音波 我們到底要聽誰的 我跟你講 連我自己老婆懷孕的時候 我都聽到這樣的流言 後來我還是跟很多 婦產科醫師討論 也看了很多其他的文獻 真的 的確不太需要擔心 包括一般的超音波 或者是有那個 DOO的超音波 或者是這種3D的超音波 當然那個能量 不是說能量 就是它超音波的強度就更強 可是目前看起來 一樣 我們醫生都沒有辦法打百分比 但是只能說 大概沒什麼寒出 你的胎兒 這麼多小孩做3D的超音波檢照 出來也都健健康康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所以 Lexy 對 黃醫師 很多鏡頭我都一直以為是大人 或者是老人才會有 可是我最後發現 其實小朋友也會有這些鏡頭 比方說偏頭痛 你聽過有人有偏頭痛 有耶 很妙耶 可是那麼小 其實 兒童也是有偏頭痛的 但不容易診斷的確 偏頭痛是一個會遺傳的疾病 對 我會問小朋友說 是不是那個痛是這樣 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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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打鼓嗎 因為它會有截律性 你跟他說 對 對 第二個就是 那個跑步玩 或運動玩 或是上廁所用力的時候 會不會特別痛 第二個就很像 第三個 如果說聽到聲音 或看到閃光會更痛 第四個就是這些偏頭痛 有可能會伴隨一些 或者是 重點 就是睡飽 醒來 就好了 這個是最重要 那個睡到一半痛醒的 就是要危險 可是一直發作 有時候媽媽會很困擾 所以有時候會抓一些 生活上的作息 比如說你睡眠 常常睡眠不足 或是很不規律 或睡太久 也會 所以你就是大概每天 規律的幾點 睡幾點起來這樣子 多喝水 有的時候你 脫水就會偏頭痛 還有不要常常罵他 一直唸他 壓力很大 壓力其實也是偏頭痛 誘發 其實有一些人 是食物誘發的 不好抓 每個人都不一樣 最有名就是什麼 起司 起司 什麼 醃漬的食品 巧克力 這是最常見的 零食 這些是比較常見的 那如果真的這樣子的話 可不可以給他吃 一點點的指頭 所以小朋友其實是可以吃止痛藥的 那止痛藥就是解決現在的疼痛 了解 那如果預防它復發 那就是要解決根本的問題 那真的偏頭痛好痛 搭配方喜歡回覆 掌握休眠時間 讓玩風的小孩冷靜 小朋友真的很容易玩瘋掉 就是瘋掉 你本來想說好 那我就要發揮他的所有的精力 就讓他好好的玩 結果發現他無止境耶 像黑洞一樣 就瘋掉然後控制不住 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首先我們要對孩子要有了解 一個孩子 尤其是那種學齡潛能 他大概 注意力大概就是四個小時 從他睡醒 然後到四個小時後 基本上他就開始進入一種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盡量就讓他 開始一些靜態的活動 不要讓他瘋了 那收信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問個問題 比如說 我們待會兒要去吃飯 你想吃哪一家 先讓他從遊戲當中轉移注意力 不然說過來… 他都不來 先問他一個他有興趣的問題 先讓他轉移注意力 然後給他一點安慰 譬如說給他一點擁抱 或是給他喝個水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們待會兒要結束遊戲 先預告 再幾分鐘 或是我們這邊有一個 什麼刀的時候 我們就結束 他就載上他去 最後五分鐘讓他再玩個夠 然後等到那五分鐘結束之後 他回來就比較不會 那麼地不甘願 了解 你就可以去進行 剛才問他的下一個事情 比如說我們現在去吃東西了 所以很簡單就是 你預先要先知道 孩子的精神 注意力什麼時候快要沒電 然後預先告知 先轉移他的注意力 然後預先告知 然後給他一些擁抱 給他一些安慰 讓他知道說媽媽很愛你 我們走吧 這樣的話 你就比較容易把你小孩 帶離瘋狂的現場 了解四個小時 對 黃醫師今天講了那麼多 零食的延遲 有沒有什麼是你的私房名單 它很好的 對啊 是 但是我們今天你要問我是 是要花錢買的 對… 你沒空嗎 對 我想是我第一個會找的 而且要冷凍乾燥的 對…冷凍 然後那個 然後就蹦完之後 然後呢 他不是有焦糖嗎 我就等… 等… 老闆我就是要那個 沒有焦糖這樣 就是… 所以他在蹦之前 你就要在旁邊等 不然他很快 動作很快 因為他要趕快 對… 就是跟他講說我要那個 這樣一整包 大包喔 小朋友可以吃很久 但其實都沒有什麼味道 有時候我會加一點點鹽巴 因為沒有糖 加一點點鹽巴這樣子 還有路邊的玉米 玉米應該也OK 還有關東煮 有人是對那個湯有疑慮 所以我想我們不要喝那個湯 關東煮裡面如果有一些健康的 也是一樣 玉米或是蘿蔔 我想這些東西應該是買得到 讓我們小孩偶爾 可以止止雞的點心跟零食 黃醫師的釋放名單 那我趕快去等那個 快點 他的黃旋回復 女不止傷腦 才讓媽媽得乳癌 黃醫師剛剛講到這個 鋁對小朋友的腦很不好 但是有聽說 鋁對女生也很不好 說什麼 好像我有在新聞看到類似這種 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式的 研究的結果 不過 鋁對健康的危害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打一個大問 大家要稍微 不要那麼的衝動 因為其實 當年 鋁跟我們大腦健康危害的 這個研究 30年前 後來證明是 真的 真的 他就是一個醫生 然後他的病人 有阿滋罕末 就是老年癡呆 然後他們就把他的大腦解剖 然後就想找出病因 然後最後說 他們鋁含量特別高 從此以後大家都覺得吃鋁 會老年癡呆這樣 過了好幾年 大家都奇怪 我的病人怎麼都沒有高 就只有你的病人高 因為每個人都無法複製 後來他第一個醫生 也很認真回去查 就發現原來他們的標本 放在一個鋁盒裡面 所以 真的還假的 那個鋁是盒子的鋁 不是大腦裡面的鋁 誤會 可是你看這個誤會 一傳就傳了30年了 你知道嗎 真的 那到底 鋁對我們身體健康危害 有什麼 至少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嚴重 但是我們也 至少我們身體平常 不應該攝取到這些金屬 所以 雖然不知道吃進去之後 哪裡去了 我們都知道9成9都從大便排掉 所以大部分不會吸收 那如果真的有吸收到哪裡去 雖然我們不太清楚 也可能在腎臟那排掉 那畢竟給我們身體很大的負擔 我們還是注意一下 至少不要吃到這些金屬 是比較好啦 但是不會說吃了就腦炎吃 但是我想這倒是 不需要這麼擔心 對 大家放輕鬆 便當後不要用鋁的喔 記得 是啦 我其實很羨慕有些媽媽 是給她讓小朋友乖乖坐在床桌上 然後就說 30分鐘要吃完 可是啊 其實我常遇到很多狀況 對小朋友拿著食物 然後這樣 然後跑過來跑過去 然後爬上爬下 這個OK嗎 其實大部分的專家 現在都會說小朋友 在一開始吃食物的時候 讓他玩嘛對不對 那這個讓他先熟悉食物之後 那將來他比較不會討厭 跟著大家一起吃飯 專家都這樣講 很多媽媽沒有辦法忍受那個過程 就是 好了 我讓你玩 不…不是這樣玩 對 你可以拿起來玩 那不可以甩 不可以… 而且弄得地上全部都是 對…就是媽媽 爸爸媽媽 尤其姐姐 因為你要打掃嘛 所以你看到他玩書 玩到那個界線過頭的時候 你就 不要 我不要聽專家的話 我要一口一口餵 這樣比較乾淨 不過有一個研究 看看這些小朋友 三到四歲的小孩 在吃飯之前 先把這些東西玩一玩 比如說他把這個雞腿上面 戳兩個眼睛 類似這樣的動作 那在這個玩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這些孩子 後來的進食量 是比較高的 也就是他藉由玩 來熟悉這些食物 或是對這些食物產生感情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 吃水果 吃新菜 你其實當他在吃水果 吃新菜之前 在那邊戳戳捏捏的時候 他是在建立感情 那之後他可能吃的量 就會比不玩的那個 對照族的孩子還要再多一些 對 這樣說起來 我小時候跟食物 建立很多感情嗎 是 你一定玩得很兇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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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自己演出戲 演到最後 小孩真的當真的 就嚇死了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這樣OK嗎 其實是跟他玩 但是最後嚇到小孩耶 好像爸爸在逗小孩子 那個界線 分寸 我用心理學的角度來講 為什麼有爸爸照顧的小孩 大家會覺得說 他未來心智發展比較好 其實就是因為 爸爸在跟小孩玩的時候 那個分寸拿捏 如果抓得好的話 這個小孩子 將來跟人家人際關係 他會拉得比較 比較這個界線拉得比較好 比如說他跟同學打鬧的時候 他知道 OK 如果我先戳你眼睛 這個是已經跨過這個線 不OK 所以爸爸的角色就是這個 因為只有家裡只有爸爸 才會跟小孩玩這種 戳來戳去的遊戲嗎 什麼什麼 對 但是如果今天爸爸 跨過那個線 那他去學校就會 就會戳人家眼睛 因為他覺得爸爸在家 都可以這樣弄我 那我去弄人家也可以 把人家撒嬌燒到哭 在地下哈哈嘲笑他 那這個女的孩子 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他在學校就被 人際關係會有問題 因為非常討厭 因為你都玩得很過分 再不然就是他被欺負到 完全沒有自信 在家裡邊跟爸爸玩 每次都被欺負到最後 被踩在腳底下 那他就在外面 有可能也是人際關係 反而是退縮 所以爸爸站的角色很重要 但是爸爸站的角色的時候 你必須跟他玩 鬥的時候不要過頭 分寸啊 美好的 我爸爸會抽煙 是個老煙腔器 抽了很久了 可是這時候有了孫子之後 阿嬤就會說 不要在小孩面前抽煙不好 所以搞得爸爸 本來可以光明正大抽 然後到最後呢 要到廚房抽煙腔器下面抽 到現在要到後援台 一個老人家這樣抽 其實我媽媽說 這樣也不可以 你們小時候他在你面前抽 對 在我們面前抽 他根本不管 然後有孫子之後 越抽越遠 所以你小時候 你吸到叫做二手煙 是 那他抽的是一手煙 對 現在呢 他不在家裡抽了 所以你的小孩聞不到 可是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 平常小孩不在的時候 他想說 終於小孩不在了 是不是 手上就可以在家抽一抽 放鬆 可是那個就是 床地上都會黏 沙發上也會黏 地板上也會黏 所以等到小孩回來之後 他們還是會吸到 這叫三手煙 還有三手煙 一手 二手 三手 不要小看三手煙 因為小朋友 尤其小孩 大人我們就不管了 那小孩 因為他的脂皮嫩肉 所以三手煙的那些 尼古丁 或者說他的毒素 化學物質 還是會滲透他的皮膚 浸到他血液裡面 這是有研究的 你去抽血你就會發現 那小朋友 身體裡面的這個 吸收到的毒素 比大人還高 那如果真的 譬如說我開窗戶啊 空氣流通一些 效果不夠好 研究告訴我們 即便你在陽台 他大概都還是 飄進來的三手煙 都還是會 會黏在我們的家居上面 所以阿公 你如果真的在家抽一的話 記得要把家整理好就對了 對 我發現其實外國人帶小孩 真的比較放鬆一點點的原因 怎麼說 所以我大哥其實 他們都是在美國 然後他們回來說 小孩是咬冰塊的 然後每天吃冰淇淋 我媽說 這樣不行 這樣有一筆更不好 人家裡唱歌很大聲 對啊 所以真的有差嗎 大人小孩都一樣 生完小孩先送上冰淇淋 對啊 冰淇淋 對 開始吃 當然不過我先要強調 我對冰淇淋淋淋 我還是不喜歡 但是單純只冰 就像你剛剛說冰塊 真的小朋友氣管沒有發育好 或是他們氣管比較弱 不能吃冰嗎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 真正冰會誘發你的咳嗽的人 就是像我這種 以前有氣喘的小孩 這種外來的這種冷熱的差別 對我這種有氣喘體質的小孩 我就會咳嗽 如果你小孩吃了冰塊 沒有任何的這種咳嗽症狀 那你為什麼要限制你小孩 它就是水嘛 進到身體裡 你說這樣身體會冷啊 我跟你講 你比如說胃 就跟你的體溫一樣嘛 37度 你今天拿一個37度的水 放在桌上 我把冰塊丟進去 你看多久融化 瞬間就融化了 所以你的孩子吃了冰塊 到胃裡面 馬上就融化掉了 如果真的要給他們吃冰的話 怎麼吃最好 怎麼吃最好 對 那就是吃單純的 不要有添加物的冰品 比如說你今天給它喝個冰水 加一個比如說 現在外面有這種氣泡的雞 然後把那個水打成氣泡的水 然後加個冰塊 這個完全不會有 很開心 對 但如果你又加一個色素 又加添加物 外面的飲料 恐怕就不適合了 了解 大德皇喜歡回覆 孩子又過敏了 冷氣也是兇手 不好意思 胖子很怕熱啊 是我們家 前段開始開冷氣 對 可是開冷氣之後我發現 其實 進進出出 熱熱的人很容易感冒 然後你就覺得 這到底是感冒還是過敏 因為小朋友這個樣子 可是我發現 好像是冷氣 也會有一點點問題 那冷氣一整個東西都沒有開 對 裡面其實發霉很嚴重 那媽媽可能說 有…我有洗濾網 對啊 濾網只是冷氣發霉的位置 之一而已 管線也會發霉 對 那個風道也會發霉 所以有的時候 你看得到的你就清一清 比如說你可以用一些 一些棉花棒 然後把那些看得到的地方 稍微用一些漂白水 或什麼含濾的水 把它清一清 不過我覺得 釜底抽清的方法 我那時候有跟那個 洗冷氣的那個專家來講 他說大概兩 三年 把你冷氣 如果是窗清冷氣 就請他師傅洗一遍 你看過一次你就知道 很可怕 很可怕 對 但是洗完你就會比較安心 就是至少目前這個冷氣 可以再撐個兩年 三年 裡面的霉汁量不會太多 而且我一次進兩 三年才發現 原來冷氣機它需要洗 它要洗 大德皇喜歡回覆 想要小孩接受苦瓜奇菜 媽媽態度是關鍵 黃醫師其實我們是跟大家講說 要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可是小孩子對有些蔬菜 就沒有辦法 比方說芹菜 苦瓜 青椒 看到他們小朋友的臉 就是皺在一起怎麼辦 我個人其實對這個議題 有時候覺得有點好笑 天體上那麼多蔬菜 為什麼你一定要選苦瓜 芹菜跟青椒呢 就都吃啊 對啦 我知道媽媽都會希望 對啊 但是這個是一個長期抗戰 我不要說一天之內 我們就希望他能夠把它吃進去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情 是先以身作則啦 你喜歡的食物 你的表情很好吃 他就會比較喜歡吃 這是第一個絕招 那第二個就是 絕對不要把那個食物 聚焦化 這個聚焦化的意思就是說 你明示暗示 一直告訴他 這個東西很好 很營養 明示就是說 你趕快吃趕快吃趕快吃 暗示就 紅蘿蔔很好 紅蘿蔔很好 暗示就是 這個今天他今天那個 比如說睡覺的時候 打噴嚏 你看你就是因為不吃紅蘿蔔 抵抗力不好 就因為卡分第二號 所以明示暗示 一直把那個食物 spotlight這樣打在上面 其實對小孩來講 它就壓力很大 所以避免心理的暗示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 家長的心態要輕鬆 就我剛剛說的 青菜這麼多種 真的沒有必要一定 就是拿一個營養素 只有苦瓜有 只有青椒有 不太可能有這個狀況 那最後一個就是跟孩子 可以做一點談籌 籌碼 談條件 就是今天我放了一個 譬如說一個高麗菜 然後一個菠菜 那就想要說 我不喜歡 說沒關係 選一個就好了 讓他有種選擇上面 他總有比較 沒那麼討厭的 他肯吃 就可以給他鼓勵了 了解 所以這是幾個方法 可以讓孩子慢慢接受 他原本不喜歡的食物 是的 歡迎師 我是個好媽媽 所以之前我這邊 去買了一個玻璃瓶妝筍 對 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就說 寶特瓶啊 譬如說我知道它塑膠的 裝熱的不好 可是聽說現在裝冰的 放在冰箱裡頭也不好 真的還假的 寶特瓶到底會有沒有 健康的危害 有很多人都說 會溶出塑化劑 是 然後說在什麼 車子裡面曬太陽 那個水裡面 就會塑化劑 但也有人很有科學精神去驗 就發現說 其實那裡面裝出來的塑化劑 真的也不多 但是這個到底 喝進去的這個量不多 但是如果你天天喝 會不會還是會在身體累積呢 不知道 只是有人去研究說 當那些年輕人去喝這個可樂 裝在寶特瓶裡面 喝完之後去驗它小便裡面的 塑化劑的確是增加 那你就不知道到底是因為 它是酸的飲料融出來 或怎麼樣 或者是吸管 總而言之呢 不真的事實就是 這些塑化劑已經在我們身邊 無所不在 造成我們現在 男性的金蟲數 一直往下降 不應的增加 那甚至也有人懷疑 這跟女性的一些癌症 是有關係 所以我們不要把所有的錯 通通歸咎在寶特瓶上面 但是它也不環靶 它又有可能有一點健康危害 我們為什麼不為地球 也為自己的健康 盡量不要用 就像你用玻璃瓶 玻璃 那陶瓷也OK 不鏽鋼 陶瓷應該都OK 對 好吧 為自己也為地球 敬點心靈 剛才節目一直在討論 硬水跟軟水 其實我還是要強調 怎麼分 怎麼分 界限在哪裡 好像就是它有一個數值 大概是100以內 就是礦物質的含量比較少的 就是軟水 我有碰過 然後100以上就是硬水 然後我有真的用過那個很軟… 就是完全沒有空子的水洗澡 會怎樣 真的還假的 為什麼會很滑 肥皂都洗不掉 因為它裡面沒有空子 所以沒有辦法跟肥皂造化 然後把它帶水帶不掉它 你會覺得 怎麼是肥皂一直洗不乾淨 真的喔 還滿好玩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 喝硬水沒有什麼不好 很多人都很… 聽到硬水就覺得它是壞東西 其實也有一些專家還甚至覺得 喝硬水還不是健康 對 有些人這樣覺得 但是我覺得 硬水跟健康唯一的危害 大概能夠扯傷關係 洗澡的時候 如果你是異味性皮肤炎的小孩 用硬水洗澡會… 會惡化 這倒是真的 對 那這個是研究已經告訴我們 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剛剛不是說 如果用軟水洗是滑滑嗎 就滑 那你硬水洗就乾乾嘛 對 所以它可能因為這樣 就把那個異味性皮肤炎的水分都帶掉 那造成它就是症狀病嚴重 所以如果你家如果有那個異味性皮肤炎的孩子 也許… 也許用軟一點的水來幫他洗澡 會比較好一點這樣 那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那濾是沒有… 是對異味性皮肤炎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很多人說 那我們自來水裡面有濾 是要先把它這個過濾掉 或是要先煮沸的水 然後再來冷卻再來洗澡 濾這件事情是 對異味性皮肤炎是沒有影響的 對 了解 黃醫師 之前節目有聊過 就是你很贊成大家要全家一起 坐下來吃晚餐 我們家也試著這樣做 但我不在罵小孩 他不是把碗打翻 就把果汁打翻 就把什麼什麼打翻 就這樣跟著 沒有辦法聊天 對 你現在小孩還小 更大的小孩 我們如果研究說 爸爸全家人越常在家一起吃 包括爸爸 不是只有媽媽也 包括爸爸 那麼這個孩子 他在學校被霸凌 或是霸凌別人的機率 都會隨著他吃早 吃晚餐的時間越多 還是霸凌機率就越低 所以表示這段時間 其實應該是很重要 可是很多爸爸或媽媽 在餐桌上面 就像你講了 就開始訊話 你今天考試考幾分 我今天有沒有做什麼錯的事情 我跟你講 你這個事情 我以前都是這樣… 我教你 結果把整個餐桌變成訊話時間 我就不相信這樣能夠達到 減少小孩子霸凌 或霸凌別人的機率 這不是 那要怎麼聊天 所以餐桌上面 基本上我們不要去問 什麼成績、功課 我們應該只是問說 今天有什麼好玩的事 學校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 你今天學了什麼東西 那麼當孩子開始講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把嘴巴閉起來 好 我們就說快快的聽 聖經有一句話叫快快的聽 你就聽 聽…聽到吃水果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了 再講個一兩句 說我的意見是這樣 慢慢的說 整個餐桌上 絕對不要生氣 不要發脾氣 這就是多多聆聽 然後用力點頭 對 然後最後再一點點小接音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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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醫師 雖然你有告訴大家 就是不吃早餐也沒有關係 我們有放鬆一點 可是呢 相信很多媽媽出於愛跟擔心 還是想說 10點了 她現在會不會 10點會不會餓 那還是吃早餐 對 對 還是會有這種狀況 這個事情也不是只有在台灣 日本有一個教養雜誌 它也做了一個調查 就說你的小孩子什麼時候最不可愛 後來發現最容易吵架的時間 就是跟台灣一樣 因為很多事要解決 對 所以我覺得 既然這個是普世的問題 也不是只有台灣的媽媽 那表示 其實媽媽有的時候 不只是說心情要放輕鬆 是把自己 怎麼講 我們的成果 就是你把我辛苦 給你準備的早餐 吃完 這是成果 可是這樣 自己媽媽壓力會太大 是 我們應該把自己的快樂 建築在我的努力上 光是你早上起來 不管你是自己做也好 或你幫她買也好 光是你早上起來 自己做早餐 放在餐桌上這件事情 就值得給你自己一個嘉獎 對不對 就算你出去買 光是我出去 幫她多想一下 我要挑怎麼樣 比較好的早餐 而不是隨便亂買 這就值得你嘉獎了 是 至於她吃 她不吃 這個事情 就 就不要把它影響到 你的親子關係上面 了解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要當 100分的媽媽 對 當個65分的也是不錯 你這樣講 我只是覺得說 你就是100分的媽媽 不要去想 孩子的那個行為 要把你扣掉35分 不需要 大聲一點我是幾分 100分 謝謝 謝謝 其實現在小朋友的壓力也很大 從吃飯的飯桌 然後到譬如說 要自己開始學習刷牙 洗澡到長大之後 課業壓力 我覺得小朋友其實很可憐耶 你有知道現在 大人壓力很大 有些人會有得長照症 有 我知道 曾國成先生就有長照症 曾馬妳跟人家暴露人家的病死 真的 還有他常常錄一路在拍攝 等我一下… 等我去 可是你知道現在長照症 現在人連小孩都會有 你就知道他們在學校 真的有的時候 受到的壓力 不亞於知名主持人 對 可是我們要怎麼分辨 什麼叫長照症 其實長照症它是一個體質 我們也不太能說它是一個病 它就是說 我今天身體只要有一些壓力的存在 我的腸胃的這種自主神經 就會亂掉 我有可能是以便秘作為表現 也有可能是以腹瀉作為表現 也有些人就是腹痛 那這些症狀就會提醒你說 你一下便秘 然後一下又腹瀉 可是醫生又講說 你很健康 而且你就拉這麼一天 就拉這麼一次 然後很痛 可是過了又沒有了 又不是每天都有 那醫生大概經過評估就知道 你不是因為感染 或者是吃壞肚子的生病 你是自己身體的 這個腸胃道的速度 忽快忽慢 沒有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特效藥 其實真正的特效藥就是 你要了解它情緒壓力的源頭 然後要解決它 你的孩子有可能 在學校遇到困難 幫助它跟老師討論一下 有可能是家裡 大家要給它壓力太大 我們自己要 Hold住我們的舌頭 不要再常常唸它 罵它 好的 管住 黃醫師 我覺得 現在國人旅遊的那個 習慣改變 你看到說到日本 我們以前都是買衣服 買零食 買一些那些時尚的東西 化妝品 現在到日本都是買藥耶 我這次到藥中店逛到瘋掉 而且呢 以前都覺得送藥給人家很不好 現在是從日本來說 這個止癢藥送給你 這個頭痛藥送給你 這個什麼表叉明送給你 這個什麼什麼送給你 其實我發現 我們很愛買這些藥 然後很愛吃這些藥對不對 我一直覺得 這個是跟語言有關 因為那個每次門診 媽媽拿給我那些 從日本帶回來的藥品 上面都是日文啊 所以我也看不懂 那我就問媽媽說 那你知道是什麼嗎 媽媽也看不懂 我想說看不懂你為什麼 要買呢 他說因為上面就是 譬如說這個關鍵字 有一個漢字寫長 你看這個就長位有效 是沒錯 而且感覺他們把關比較遠一點點 對 可是這樣不太好 通常我都會說 你要不要找一個會唸品 騙假名的人 唸給我聽他成分什麼 他只要騙假名唸出來 那我就知道這個英文是什麼 我就會跟他說 這其實這個是藥 這不是只是一般在使用的 那其實全世界 對於藥品的把關法規都不一樣 像我有一次在泰國 然後發高燒 然後我就自己受不了 我決定要去買藥 我就請泰國人 帶我去當地的藥局 他們全部都是原廠原裝的藥 比我們台灣賣的藥都更好 那麼厲害 對那你說你去泰國那邊 然後買了藥回來 不是很瞎嗎 但是還好 因為上面都寫英文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不能這樣隨便亂帶 真的喔 對所以我覺得去日本買藥 你要有同樣的概念 雖然上面寫得多日文 但它有可能是藥 你一定要讓醫生看過 或翻成英文 讓醫生知道 確定對你身體無害 比如說只是一般的益生菌 或什麼這樣無害 那你這樣才吃得比較安心 了解 還是要小心啊 夏天到了 胖子人需要冷氣 所以我們家都一直在開冷氣 可是我想說冷氣啊 其實這樣的密閉空間 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就開了一點點窗戶 這樣很棒吧 那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說 開窗比較健康 空氣流通 這概念也沒有錯 因為如果家裡很多人的時候 大家一直呼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濃度一高 大家也是有些人頭痛 偏頭痛等等的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開窗 而屋外的空氣現在在都市 屋外的空氣 常常空氣污染的狀況 比你屋子裡還嚴重 所以飄進來的這些PM2.5 一些汽車排放的廢氣 不見得會讓你比較健康 而且這件事情我不是亂講 在台大醫院就做過一個研究 在台北市 就在台北市 找了三百一個人 就是一半的時間你就開窗 然後過了幾個禮拜就換邊 就是換成你關窗開空調 這邊換成空調變開窗這樣 然後他們就去偵測 就是到底開窗的時候 它身體的發炎指數 我們都知道 我們心血管的疾病 跟發炎指數有關 看看是開窗的時候發炎指數高 還是開空調的時候發炎指數高 你想想看 你猜最後結果是什麼 這樣說起來就是開窗或發炎 對 很慘的是我們都市的人 都招謀了 怎麼還這樣 開窗的那一組 反而它的心血管的發炎指數 其實相對是偏高的 所以可能最後最後的結 最好的折衷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開窗 那你就開一個空氣清明機 那藉由這種比較折衷的辦法 讓你同時可以把二氧化蛋散掉 同時你吸到的空氣又不要太糟糕 這是我目前折衷的一個辦法 就是給你參考 那就只好搬到山上了 山上不一定好 想讓小孩吃得健康 其實媽媽都很多撇步 像昨天我就說 兔寶 你吃兔子對不對 那一定很愛吃紅蘿蔔 然後兔寶就這樣 這一招 對 用太多次了 我就說那你吃一個好不好 然後又有了四塊 他說那我吃一個 你吃另外三個 我就這樣陪著他吃三個 問題是我也不愛吃紅蘿蔔 可是我才發現 好像要讓小朋友不挑食 從媽媽懷孕 就可以開始慢慢地調整他 對不對 你會發現很多小孩子 挑的食物都是 媽媽不愛吃的 是啊 那就很好奇了嘛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是因為媽媽不愛吃 所以我就不煮 因為我每天煮飯 然後我就不煮 我不愛吃的人 所以小孩就間接也沒吃到 那就你剛剛講 有人研究就是說 搞不好不只是這樣 因為從寶寶有味覺的時候 你知道寶寶什麼時候有味覺 他在你肚子裡的時候 就有味覺了 他每天吞你的羊水 你就是尿羊水 吞羊水這樣 真的 我不誇張 所以他在吞羊水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味覺是有感官的 所以你 就是喝尿是有味道的就對了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吃的東西 那些味道 會有一些些 會經到 經過你的這個子宮 然後跑到羊水裡面 所以寶寶在你的肚子裡 就可能喝到 如果你吃紅蘿蔔 他就喝到 紅蘿蔔的味道 那你知道小孩都是這樣子 他在肚子裡 或小嬰兒的時候 他覺得什麼東西是安全的 這種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聲音 他是覺得很有安全感 所以等到你長大 你要吃紅蘿蔔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有那麼的排斥 所以從懷孕的時候 就可以慢慢地交到 對… 所以你… 這個來不及了 第三胎… 真的假的 沒有啦 好… 好… 所以就是黃蘿蔔的時候 可以慢慢地給小朋友 一些食物的味道 對… 了解 黃蘿蔔我發現 不只是情侶之間 吵架愛翻舊帳 我發現 我在罵小孩也很常翻舊帳 對… 很容易啊 該不會是女人都愛翻舊帳吧 沒有啦… 男人也喜歡翻舊帳 我也是 為什麼 其實啊 你如果每天 跟孩子講的話裡面 充滿了這種翻舊帳 對孩子來講 就是很多很多的負面言語進來 因為你明明我現在犯這件錯誤 然後你就說我以前這個 對… 其實有一個心理學家說 如果每天講這種負面的話 孩子會有三個P 哪分個P 第一個P就是個人化 就是說你今天明明只是講 我只是這件事做不好 或你把我全部事情都講完了 然後好像我這個人很不好 第二個P就是 就是永恆化 就是我只是這件事做不好 或你把我以前那個 從過去到現在做的事情 都講得很糟糕 表示我好像一輩子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人 那第三個P就是這個 就是你只是告訴我說 這件事情做不好 可是你把舊帳翻出來之後 我好像覺得 我所有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我想還是 這種重點還是應該是 就是這個事實 那讓他知道說 這件事情 每一個人都會犯錯 我也會犯錯 我以前也犯過這個錯誤 這第一個 先把我們拉近 第二個說 那我以前犯錯的時候呢 我都怎麼做 我把我這個以後 有這樣的一個情緒 或是想法的時候的做法 跟你分享 第三個也告訴他說 有的時候就算想 但是我們做不到 沒關係 因為你的腦袋會成長 今天做不到 明天 後天 明年 後年 就做得到了 讓孩子知道說 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會犯 而且有方法 而且這個有方法 不見得現在做得到 未來都有進步的空間 這樣其實孩子 就不會有那個三個P了 好正面喔 我還是其實小朋友 在學走路過程中 跌跌狀狀很正常 可是呢 當這段時間有點長的時候 其實做家長會擔心說 是不是他有一些什麼病 是這樣的狀況嗎 大部分最常 正常的小孩 大概在兩到四歲的時候 因為他的腳會有點 或是比較垂直 就是正常的 所以這段時間 特別容易跌倒 那媽媽就會有點擔心 想說我的小孩 已經學會走路這麼久了 也沒有很久了 大概也學會走路一年了 怎麼又常常跌倒 他就有點擔心 那原則上 我們看小朋友 是不是有病的話 我們是看他的 所以如果那個孩子 爬樓梯都沒問題 蹲下起立都沒問題 然後叫他單腳站也沒問題 單腳跳也沒問題 那他這個跌倒 可能就只是因為分心 或者是因為剛剛講 這個時候有點小內巴 所以容易腳會打到 對 了解 腳會打到這個時候 就延伸到下一個話題 就是我們要怎麼幫小孩選鞋 因為現在有時候都選那種 前面頭很寬的鞋 對 會 他已經內巴了 對 更打到 對 更打到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專家都會說 幫小孩 如果不需要穿鞋的地方 就讓他逛腳 真的需要穿鞋的地方 記得就是包覆要 第一個就是 整個腳要包覆好了 不要就是 繞繞的這種鞋 後跟要硬 前面要軟 上面要貼 大概就是這樣 鞋底是不是越厚越好 比較保護 當然不是 就是厚 這個就是適中 太薄也不適合 太厚也不適合 什麼是適中 只要讓孩子 就是你看孩子 跑步走路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大概就是適中了 他如果跑步 就說我不喜歡這雙鞋 走一走就累了 我不想走 不然那個鞋子可能對他來講 就不是太適合 一般來講就是 0.5公分以上 0左右 按以上 然後小孩穿得舒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參考的指標 了解 懷石之前我看到網路上 有個文章 就一個媽媽很緊張 她就拍了一個照片說 怎麼辦 她小孩子腳的前半 然後就是有紅紅的 然後有點龜裂 然後有點脫皮 然後有點水分 然後她說是呀 我的小孩得香港腳 會嗎 小孩會得香港腳嗎 以前我們都認為 香港腳大概青春期以後的人 才會得 因為這是很合理的嘛 包括他們開始穿一些 比較厚的襪子 鞋子 然後青春期又 腳氣啊 比較濕啊 流汗那一些 然後腳質層也比較厚 然後總之各樣不利的因素 讓青春期以後的孩子 會跟成年人一樣 開始有香港腳 可是現在我們發現 青春期以前的小孩 也是會 真的 也是會 因為現在 青春期以前的小小孩 也是一樣穿得很厚的運動鞋 也是一樣有可能流很多汗 是啦 如果衛生沒有做好的話 還是會有黴菌 只是當然機率比較低啦 那兩個很難分辨 當然還是要醫生來幫忙 那有幾個分辨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 你看到那些什麼 什麼水泡啊 龜裂啊 還有紅啊 香港腳有一個特色就是癢嘛 所以如果 看他有沒有一直抓 如果他有癢 也許我們會稍微想說 可能是這個香港腳 但是也不一定 因為有另外一個疾病 像小朋友這種足部的 腳部的濕疹 也是會癢 所以這個癢是第一個 可能可以判斷指標 但不是那麼準 那第二個就是 黴菌感染 通常會先從一腳開始 所以這是我比較常用的 就如果你的 這個兩隻腳都同時來 我大概想帶就是濕疹 比較不像是香港腳 但如果是就一隻腳 我可能就會比較像 說有可能是 美菌感染這樣 對... 那當然還有一些 形態上的分別 總而言之呢 就是 但也不要太過放鬆 給你的醫生評估一下 確定你到底 需不需要用抗美菌的藥 會生做好 好 今天我們討論是讚美 就讚美對小朋友好 那如果小朋友真的做錯事呢 我們又不想罵他的話 我們可以用讚美的方法 讓他做得更好嗎 對... 我在網路上看到 所以有一個非洲族裔 他們的教養方式 就如果... 不是教養 就是他們這個族裡面 大人也是這樣 就是他如果犯錯 整個族人都會圍著他 然後開始對他噴 好話 我也是噴口水 不是噴壞話 噴好話 就說 這個雖然你做錯了事 可是成年人我倒是不管 但是如果小孩的話 有的時候我們雖然只是 講他這件事情做不好 可是對他小小的腦袋裡面 他可能會把它無限的放大 所以說 像你可能小孩做的事 你說你這件事不好 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算錯過你不愛我嗎 還是你覺得我這個人很糟糕的 所以 我不反對說 當我們在這個 此正小孩的時候 用讚美來包裝 了解 就是最有名就是 三年式說話說 對不對 你先點出 你做錯了一件事情 那在點出一個做錯的事情 前面呢 你先把它一個好的特質先講 了解 我覺得今天 這個你剛剛有幫妹妹 做事情 我有看到 比如說你是個很貼心的哥哥 不過 你在中間的時候 我發現你會故意搶他的東西 我知道 你這個衝動性 真的不太好 那最後再塞個好的尾巴 不過 這個我相信 你這麼貼心的人 下次你一定會做一杯子是更好 那就把那個 好話好話中間夾你要 就不會那麼的嚴重 它就不會一直擴大 就不會一直擴大 不會一直擴大 黃醫師 你說吃水果比果汁好很多 那我們量要怎麼做 如果三歲以前的小朋友的話 那量要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的孩子 不是一個瘋狂愛吃水果 然後其他都不吃的 這樣狀況下 我覺得你的孩子 不用特別限制 大概概念上 就一天吃的青菜跟水果加起來 是所有食物的一半 視覺上是一半 就是稍微感受一下 那有些小孩不愛吃青菜 我就會給他多一點水果 那有什麼三蘇二果 那老人家要遵守了 小孩盡量… 剛好今天做不到 我就用水果取代 暫時取代蔬菜 是沒有關係的 另外一種就是 只吃水果其他都不吃了 那我就會建議 你先把其他食物端出來 那就是譬如說今天桌上 你不要放水果 先有飯 麵 或者吃什麼肉 其實…大概知道 已經吃到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要大概一半左右 吃到整個食慾的一半 食量的一半 我們這時候再把水果和蔬菜 端出來這樣子 那水果都OK嗎 比方說榴槤 芒果那些OK 說老實話 真的不應該要有限制 我覺得現在媽媽壓力太大 太多限制不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的小孩沒有那麼愛吃水果的話 那就隨便他吃 什麼都可以吃 你的孩子超愛水果的話 就水果晚點端出來 那先吃其他的食物 那這個比例上大概就是 一半一半 就是蔬菜水果大概佔你分量一半 蛋白質跟澱粉大概佔另外一半 這樣 了解 最新育兒訊息 一歲前飽薄別顆果汁 媽媽每天都從四面方方 吸收很多新汁 比方說光果汁這件事情 你今天看到 有人講說三四個月之後 就可以慢慢給他一些柳橙汁啊 哪泥 哪泥就是真的有聽過這種 所以我四個月就給二寶吐 然後又有一種說話是 一歲前不要給他果汁 然後想說到底要怎麼樣 黃叛官你可以說說話嗎 一歲前不要給果汁這件事情 是很新的新聞喔 雖然之前我們兒科醫師 就已經在講說 果汁沒有什麼意義 你要一歲前就給他吃水果就好 但是一直沒有名文的說不可以 那就在最近就是這個月 那這個美國兒科醫學會 已經名文規定 十一條洋洋灑灑 告訴你說一歲之前 連你自己打的新鮮果汁都不建議 最新出來的這個月 對 一歲前 那主要是因為他認為 一歲前你就應該要吃就吃水果啊 那就訓練 因為他還不能咀嚼啊 因為小時候他就喝那一年 然後把他轉成喝果汁啊 這都是一個迷思 因為其實小孩還沒有長牙齒之前 他就已經有咀嚼能力 我們就是希望 訓練他的咀嚼能力 總而言之呢 因為果汁本身你放在天平上面 它有可能會造成你的這個蛀牙啊 然後也有可能會肥胖 如果過量的話 那好處呢 就沒有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一歲前就 我們就省了吧 連自己打的都不要 更何況是外面假的 那一歲之後呢 一到三歲的小孩 一天不要超過一百二十CC 他們是說四盎司啊 大概就一百二十CC 那三歲以上大概就一百八 然後再之後七歲以後就是 這個兩百四這樣 大概是這個數字啊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美國現在已經開始 針對兒童 青少年的 果汁的攝取 要開始管控 因為他發現這個 蛀牙很多 然後還有肥胖很多 然後很多小孩養成 一定要喝甜的東西 導致以後一輩子 他都一定要喝加料的水 他不喝白開水 所以種種的原因 讓我們決定 從兒童開始 就來做一些規範 了解 大的黃旋回復 小孩還是長生病 大媽容易忽略的病靜地雷 在醫院裡面 常常很多人都覺得說 是空氣中充滿了細菌跟病毒對不對 但其實不是 醫院裡面最髒的地方 嚇死你 曾經有...當然現在不見得這樣 但曾經有一個... 我知道... 電梯按鈕 電梯按鈕還不錯喔 這個也滿髒的 還有一個更可怕 就是... 真的還假的 以前的醫生都不消毒嗎 才不會啦 都接觸很多人 而且連細菌都很強有沒有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 醫生的這個... 每天掛在身上 不管是耳精精神器 我們都會天天消毒 可是從那個角度你就會發現 小朋友有的時候會... 奇怪 為什麼他常常會生病 或常常會有一些感染 有一些地雷 就有點像是醫生的精神器一樣 天天在你身邊 可是你不曉得上面很多細菌 什麼東西 譬如說 媽媽的手機 好容易 其實 媽媽抵抗力好 所以他每天滑手機 也從來沒有消毒過 我每次晚上在擦手機的時候 就會覺得 上面怎麼又有糖 又有鹽 又有油的 真的 對 但是你看小孩拿來玩 或3C產品拿來玩 東摸西摸用手機滑滑 再滑滑鼻孔滑 完蛋了 每一天細菌病毒從裡面進來 同樣譬如說 我就比較不敢去這種 很多小朋友的故事館 去讓他去摸那邊的玩具 如果我確定他有消毒 那OK 譬如說我是當天第一個去的 那OK 第三個跟你開冷氣有關 那冷氣已經儲存了 一整個冬天的霉菌有沒有 一開呼呼吹出來 其實像我這種比較敏感 我剛剛第一天吹我都覺得 滿眼就是眼淚 你就知道這個冷氣 真的是要好好清一清 那個濾網 冷氣的濾網 清淨機的濾網 你的濾網發霉 全屬來氣怎麼會是乾淨的呢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地雷 了解 所以幫我媽媽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大家的黃旋回覆 好個性方大嗎 開朗的孩子不容易生病 黃旋師今天我們都在聊 就是提升孩子的免疫力 好像針對個性方面也可以來 對 讓小朋友提升免疫力 其實像你這種 個性很開朗 你生病的機率就會比較低 感覺有 感覺我是比較強壯 研究好像就是說 比較樂觀 開朗的小孩 外向的小孩 因為他的情緒有得釋放 所以他生病的機率就會 好像有一個研究會說 少百分之二十 這滿有意思的 很多 可是很多媽媽就想說 可是我小孩就是個性比較內向 怎麼棒 他比較就是不是很喜歡 跟人家打交道 說哈哈這樣很困難 那有另外一個研究 就是說沒有關係 讓你的孩子每天做白月夢 那麼可愛 因為他發呆的時候 你不要打擾他 不是啦 因為內向的小孩 常常心思很多嘛 對 他稍微發呆 然後稍微讓這個 有點像是在靜坐 在沉思 這時候你不要打擾他 因為那個時候也許 他情緒會藉由他的思緒 稍微穩定下來 那免疫系統也會比較 好可愛的說法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他不是在腦袋裡 都想一些負面的東西嘛 所以越是內向的小孩 我們越應該要給他一些 很正向的思考 譬如跟他講的話 都是很正面的啊 或者是當他有一些 負面的言語出來的時候 你會引導他 不是說是否定他 而是說 然後就有你的方式 讓他有一些正向的一個 思考邏輯 那這樣他發呆的時候 就會盡量想一些好的事情 所以他在做白月夢的時候 不要吵他 對 好好喔 幫寶寶剃台流胎毛 顏色上幫細菌開門 我還說我沒有給我小孩 剃胎毛 就是滿月不知道要剃胎毛 然後有些人會做成毛筆 或是做成什麼刷子之類的 對 我那時候只有一小撮 是因為我那時候有聽到 人家講說 其實雖然說人家都是要剃胎毛 可是有時候 剃完胎毛的時候 小朋友可能是毛囊會受傷 或是陽光直接曬到他 他皮膚會受傷 或是那個鹽分 可能會 他們流汗會吃掉皮膚 這其實真的還好 所以你是為了剛才講那些東西 所以你決定 對 我的態度是這樣 其實有那麼多千千萬萬的 爸爸媽媽幫小孩子剃胎毛 然後就頂個小光頭來 說老實話 我也沒有看到他們有 比較容易毛囊感染 然後或者是什麼 比較容易發炎 然後你說什麼曬太陽 哪一個小孩子出門 就這樣光有頂著大光頭出去 還是會幫他戴個帽子 幫他這個樣 沒有媽媽會這麼傻的 所以我不覺得剃胎毛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剃的過程 沒有讓小孩受傷 就前提了 你把搞到上面都有傷痕 那當然是太糟糕了 沒有受傷的狀況下 你要剃就剃吧 你不剃也沒關係 那有一種說法說 不剃會找不出頭髮 對 我覺得這是錯的 剃胎毛我倒是覺得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尤其是東方有些人的頭髮 還滿粗的 那你就發現 有一些小朋友剃了胎毛之後 你要知道我們的頭髮 寶寶的頭髮不是一起長的 它是先這一撮 然後這一撮 然後就是分批長出來的 那小孩到了一歲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難看有沒有 這樣狗啃的 就這樣這邊一頭 這邊一頭 然後媽媽再剃也不是 怎麼有點像拉剃頭的感覺 對 再剃也不是 再剃也不是 然後就有點困擾這樣 所以大概就只有這個美觀的問題 我跟你說 老一輩也有說法 他說要讓小姑送血 那什麼東西 反正就老一輩都很多說法 剃胎毛也 好 然後不剃胎毛也 反正總之小朋友健康最重要 對啦 沒有錯 對 黃醫師 其實我發現 現在有很多人 就是從小開始訓練小朋友游泳 包括有些在月子中心 就已經給他這樣 掏一個脖子這樣游這樣 我想說那是不是 早一點讓他接觸這個運動很好 因為很多人說 這樣子會比較聰明 是真的嗎 我一向都是這個態度就是 你要說他好 那你要說他不好 那你也有案例 那這個有些人就是說 這個他可以 小朋友早點學游泳 促進他的這個運動神經 對啊 然後不怕水性 對啊 等等等等 可是證據呢 你也沒有說 菲爾普斯小時候就玩這個 所以現在很會有 沒有證據嘛 那通常說很危險啊 你說這個小朋友 所有的體重 都靠這個脖子撐住啊 對 什麼頸椎什麼什麼的 或我頸椎會受傷啊 會癱瘓啊 那有沒有案例呢 好像也沒有 所以對我來講 我就是媽媽開心就好了 那你也不要期待 他會對你孩子 有什麼好的幫助 那你也不用太害怕說 那有可能會什麼危險 我們只是目前不曉得 那希望這件事情就 就也不要 壞的事情也不要發生 也是 那大家開開心心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我想是沒關係 了解 他的房既然回覆 不要髒話 亂打人 因為小孩有壓力 之前我們有提到 腸道症的問題 對 那網路上就很多媽媽講說 小朋友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很擔心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下 那個 那個 怎麼解答 妳是說就是說 小孩子在壓力之下 對 就可能會有身體的症狀 對 其實從頭到腳都有啊 對 小嬰兒壓力之下 他就情緒很不穩 他會大哭 亂吵鬧 大家都可以了解 那比較大的小孩就是 你會發現他開始 會有一些行為異常 就是會在打人 會 摔東西 或者是開始講 講難聽的髒話 或是一開始一直說謊 你要想 是不是有壓力 可能是我給的 可能是學校給的 可能是有被霸凌 可能是可以想想 行為的改變 那如果他們真的有壓力 要怎麼解決 解除根本的原因 是最重要的 是 但是有些時候根本的原因 無法解決 譬如說 有二寶要出生 或者是有爺爺奶奶去世 這種就是無法解決的 所以第一個是 那如果根本問題無法解決 那就 那接下來就 你可以聽他講 或者是說 我們有這個壓力正常的 那以後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什麼方式來抒發壓力 好 我可以陪妳聊聊天 還是妳想要畫畫 我們從今天開始 裡面畫一張畫 妳要畫什麼都可以 每個都畫 陀黑黑的也可以 沒關係就抒發一下 那接下來 就看妳跟孩子之間 慢慢來對這個 無法解決的壓力 來慢慢一起努力來消化 我覺得這種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美好的 通理心 對 媽媽懂我 小朋友常常有很多事情 可以惹火爸爸媽媽 雖然我們也在努力學習中 比方說 專注力沒有很集中 或者是小朋友很龜毛 又很難搞 弄一個蝴蝶 家一定要兩個圓圓的一樣 打下面的一樣 然後或者是不小心清到牠的話 沒有口水 他一定要把它抹掉 為什麼那麼多的儀式啊 第一個呢 我可能會覺得 就是氣質嘛 好不好 這樣爸爸媽媽比較沒有壓力 但第二個 我通常 我們兒科醫生應該都有感覺 就是有個龜毛小孩 一定有個龜毛的爸爸或媽媽 要不是妳小時候常常跟他說 這個髒這個髒髒 這個髒髒這髒 好啦 結果妳過了兩年 把他洗腦了 他現在就整天跟你講 這個髒髒那個髒髒 然後妳就很後悔 然後這也是被我訓練出來 被我逼出來 或者其實根本 也許不見得就是單一那件事情 而是有一些猴子的研究 妳就會發現 那個媽媽如果小時候 對待小小baby的時候 比較就是 那個這個個性比較 這個暴躁啊 或是比較情緒化 這個小猴子長大 也會變得有點神經質 但是也不用怕 這一切都是可膩的 尤其小朋友這種龜毛的氣質 在那種三歲到六 五歲之間 那是一個過渡期 他會有一點點潔癖 講故事要妳每一個字都講 不可以有跳字 就是他那個時候 有一段這種道德潔癖的時候 那這段時間 你只要不要再像以前這樣子 整天很龜毛之後 其實小孩過了那段時間 他也是會恢復 所以我就跟妳 第三個就是 這是一個年齡 這個年齡常會發生的事情 過了就比較好了這樣 所以同理他的這個龜毛氣質 那順其道而行 然後做一個中間妥協 讓小孩也被滿足 妳也被滿足這樣 好啦 我有被扶回來 氣質 氣質 其實有時候我發現 有時候太累的時候 或者是突然蹲 然後站起來會不會這樣 耳鳴 可是發現這個耳鳴 好像是可以救命的對不對 像妳這種只是單純的 短暫的 這種就還好 可是偶爾偶爾醫生會 從這耳鳴的症狀 抓到一些嚴重的疾病 譬如說 有一些 已經阻塞了 他再不處理就要中風了 可是那個阻塞 阻塞的部分 因為血流很大聲 呼呼呼 真的還假的 他覺得 為什麼我每天那麼呼呼 結果他 這個醫生檢查之後發現 耳鳴不重要 重點是這個血管搞定之後 你的耳鳴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想雖然啦 雖然說耳鳴大部分 不是病 不是很嚴重的病 但是還是讓鼻喉科醫師 或是專業醫生 幫你評估一下 搞不好可以救你一命 但是現在這樣站起來 也是嗎 衝不過去尋醫 你那個短暫的應該不算 好可怕 之前我看臉書 看到我朋友就寫了一個說 這真是太神奇了 然後下面就是 黃崇尼醫師的講座 他說小朋友如果說要檢查 尿一部尿尿 你有個方法對不對 對 這個之前的那篇文章 是一個西班牙的醫生 醫師 那他不是用敲的 大概就是敲膀胱上面 然後按摩背部 他就會尿尿 他就會尿尿 不過後來最近又有一篇新的 他是讓寶寶躺著 然後你就把尿布解開 然後把尿袋裝好對不對 拿一個冰的 涼的或冰的這個棉球 就是沾水 然後在你的膀胱 寶寶的膀胱 這個上面 假設這是尿尿的地方 他就在上面這樣子擦 按摩 然後五分鐘 小孩就 就會尿了 就其實概念有點像 一個是用敲的 一個是用那種冰冷的水去按摩 反正兩種狀況 這兩種方法都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讓它膀胱有點 然後就尿出來 對…下次如果 希望你的小孩擁有 用得到 但是如果萬一以後 有人要留尿的時候 提供給大家 對 可以有這個方法 媽媽其實有時候 真的不是自己想要老的 因為我們真的沒辦法 我們整天都已經脾氣很差了 然後又要顧小孩 重點是有時候小孩不乖 我們還要扮黑臉 然後扮黑臉之後 小孩又不停 怎麼辦 所以你們家是你扮黑臉 其實通常是我扮黑臉 但是其實不大有效 老公扮白臉 對 然後老公通常是白臉 但是如果真的 我扮黑臉沒有的話 老公會吼一下 吼一下小朋友就乖乖 所以我覺得家裡 真的不要說誰固定說 就是你黑臉或你白臉 譬如說就會有人說 媽媽應該要扮黑臉 因為媽媽跟孩子的關係 比較緊密 偶爾扮扮黑臉 不會傷害她的感情 有人說不不不 媽媽要當白臉 因為媽媽是主要照顧著 如果她黑掉 小孩就無所適從 沒有衣服的 所以應該媽媽要當白臉 那到底怎麼樣 所以根本這個問題 根本不應該來討論 誰扮黑臉白臉 其實我覺得不是重點 我們在教養上面 夫妻第一個當然 我們希望大家同步 第二個也不要刻意去分析 黑臉白臉 我想重點就是 順著你的個性 然後順著你講話的語氣 然後重點是 說到要做到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發脾氣了 你講話比較嚴格 那你還是得說到做到 那你的個性本來就很溫和 但你講出來 還是要溫柔而堅定 還是要說到做到 我覺得這個 才是比半黑臉白臉 更重要的議題 好吧 那好像是真的 大家同樣喜歡回覆 小孩學會說髒話 別擔心教你怎麼辦 環師你知道 當我們有時候 情緒失控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想要問候 比如說老師 或者是對方媽媽之類的 等一下...問候老師 問候媽媽 問候別人的媽媽 對... 但是我發現 小朋友會學 你在他面前問候過別人的媽媽 忍不住 或是在跟朋友聊天 就... 這是什麼... 對... 小朋友就說你說什麼 而且配上那個情緒 他記得特別清楚 對 而且我發現 小朋友啊 開始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很建議之後 他更愛講 怎麼辦 他們有講錯話的話 所以第一件事情真的是 不要露出馬腳 很難呀 對... 因為你只要有這個方法 來發洩情緒 小孩就會學 那很多媽媽做得很好 爸爸媽媽就是在家不講 可是他小孩去外面學到了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那大家從外面學進來了 那我們發現 糟糕了 這件事情不能 怎麼辦 對... 那這時候你要看小孩的表情 因為小孩如果說講這些 這些企劃的時候 他要看你 那就表示說 他知道講這個你會 對... 你會有反應 然後他就... 他就再故意講 對... 所以第二招就是 如果今天孩子已經有這種 故意要引起你注意的這種表情 就要忽略它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注意 就是我們會在之後 比如說事過境遷之後 有一天說 我那天聽到你用一個不好聽的話 你從哪裡學的啊 也許他講不出來 這個... 就你啊 或者是說... 他說 我提醒你 這真的不太好聽 別人會 有些人真的脾氣不好的時候 你這樣講他會真的很生氣 對... 所以以後 我們盡量不要講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生氣的時候 你可以換別的方式 第四步就是 如果他下次真的有忍住 然後用別的方式 幽默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的憤怒的時候 你可以給他稱讚跟獎賞 那這個才真正能夠致根 把他講髒話的習慣更除掉 好的 生教很重要 不要亂問後多 其實現在媽媽都已經 爸爸媽媽都已經有跟自己講說 就是不用要求孩子 就是一定要第一名這樣子 就是課業 學業當然不是最重要 但是如果呢 可以呢 貪心一點點 當然希望他五欲並盡 然後呢 又希望可以像黃醫師一樣 那麼聰明會念書怎麼辦 你媽怎麼教你的啊 我媽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交給我媽 沒有啊 不過真的有這些研究 因為這不是只有 亞洲媽媽希望的 其實很多國家的媽媽媽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 至少不要排斥念書或學習 對 不要排斥學習 結果你會發現 研究真的有結果喔 結果 跟我們想像都不一樣 其實它最重要是給孩子安全感 對 而且甚至這個安全感 在年紀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兩歲三歲前 你孩子都會很緊張的話 他將來對 一輩子的 不是只有當下 是一輩子的 所以沒關係 亡羊補牢都來得及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在學習上感覺好像書念 不是很有動力 這時候其實我們應該反過來說 第一 我不要讓你很緊張 好 像讓你有 覺得在家裡面是一個 很安全的地方 爸媽不會隨便念你 之前我的小孩 真的把玩具弄壞 我就這樣跟他講 我說來 我給你揉來吧 你試試看 他壞掉就算了 他就真的把它修好 我好驚訝 好厲害 我沒有在旁邊就是 沒有 他自己去弄 但我就很高興 我就覺得說第一個 我讓他沒有害怕 然後他開始會去探索 第二個就是 所有專家都這樣講 學習就是跟著遊戲開始的 所以之前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人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我忘記他是誰了 他就說他的童年 他爸媽扮演一個很好的角色 就是當我愛車的時候 他送了我一個 停車場的一個圖 當我愛恐龍的時候 他給了我一個恐龍海報 當我後來不喜歡恐龍 我開始喜歡別的東西的時候 爸媽就給我塑造那個環境 你在裡面玩得開心 你就學習到 你不想玩了 我們就換下一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那個故事讓我覺得很棒 當爸媽很簡單 你就孩子喜歡什麼 你就塑造一個環境 讓他自由地在裡面學習 好吧 希望所有的小孩都可以 五日必定想玩一些 好不好 很尷尬 妳正在我 不好意思 講講而已 懷孕的時候是媽媽很緊張 很緊張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就會聽很多 人的意見 尤其是一些老人家的意見 像我那時候晚上就說 不要吃醬油 小朋友皮膚會黑 不要吃芒果 因為小朋友皮膚會黃 很緊張耶 可是現在頭髮生出來白白胖胖 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那時候喝豆漿的關係 當然不是啊 我覺得很好奇 就是現在科學這麼進步 真的還有人會相信這個 表示我們的國中生物教育是失敗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膚色其實是遺傳造成的 所以我們其實黃種人的皮膚 是最棒的 太陽曬多 我們就會變黑 隔絕紫外線 太陽不曬 然後就變白 可是不曬就不好嘛 因為維生素都會不夠 所以其實 這都跟你吃白的東西 跟吃黑的東西 完完全就沒有關係 受精的那一刻 就已經決定了 所以吃什麼沒關係 吃什麼 醬油盡量喝 對啊 健康的食物 不是盡量喝 當酒這樣喝嗎 沒有啦 就是正常的吃 其實這些健康的食物 牛奶 加一點醬油 或者是因為黑的芝麻 都沒有問題 那孩子膚色 不會因為你吃的東西的顏色 而得到影響 所以放鬆一點點好不好 是… 不然想說你芒果都不能吃 夏天 芒果冰多好吃啊 對啊 奇異果然後小孩變綠色 對 麗巨人好客 說來… 真的很多問題 都不會給予那個鐘 都不堆 你不肯… 你好…